全是油 开播了 这个此时此刻呢 我是在这个长沙 因为明天呢 将会录制 足球解说大会的第十期 整个节目呢 一共十二期 也就是说还有三期 然后 是这礼拜录一次 下礼拜录一次 月底再录一次 今天呢 咱们呢 有点空分呢 就多聊几个话题 首先呢 先聊一聊亚冠 亚冠呢 恒大跟全剑2比2 最终呢 全剑是凭借客场进球的优势 是淘汰了恒大 那么恒大呢 作为联赛的七冠王 在亚冠的赛场上 13年15年 也曾经啊 夺得过亚冠的冠军 但是这一次呢 不得不止步霸强 接下来呢 咱们再有机会呢 再聊一聊 这个国家队的名单 国家队名单 你也知道啊 我呢 在解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定的功底 当年呢 这个李承鹏 李大眼呢 说别的就是都不服我 他说他是天才 我是人才 但是呢 在解构这方面 他曾经跟我说过 说他只服我一个人 当然他可能跟另外三四个 也这么说的 然后呢 最后呢 留点时间呢 我们说一说足有小将 因为呢 足有小将这个事呢 魏建德呢 每一个朋友都很关心 我现在不知道江苏南京的 老高在不在 还有北京 清华附中的陈老师在不在 他们两个很关心 慢慢聊吧 不着急 天不长夜长 那位说了 明天我还上班呢 你上班你就踏实睡 对不对 明天早上上班的路上 对不对 走海淀 海淀那边有公共的无线 找一个无线 麦当劳 砍头机 没事呢 蹭点网 把这就看完了 我知道 你要花自己流量呢 这个 你也心疼 甭说您了 对吧 您那可能还普通 工薪阶层 现在死时死刻 跟我住一个酒店的 黄建祥 黄老师 对不对 就因为上次 在这发车 他那个手机的信号 好一些 四季的 我就说 用他的流量 这事呢 一直 就念念不忘 最后呢 我请了顿饺子 吃了顿饺子 才算完 所以呢 有钱的 就按有钱的 方法 没钱的 就按没钱的 活法 对不对 有钱 抠门的 也可以按 黄老师的 活法 是吧 就这么档的事 咱们先说呢 这场比赛呢 应该讲的 双方呢 确实很投入 作为恒大 那在联赛当中 可以讲呢 是近些年来 同期的 最大的名次了 那 那你在 亚冠赛场上 如果再 不往前 走一走 其实蛮尴尬的 但是呢 你别忘了 天津全剑 也是经历了 之前的一段 低迷 整体的感觉 联赛当中啊 确实呢 踢的磕磕绊绊 但是在亚冠赛场上 这天津全剑 即便说是 第一次参加亚冠 但是有的比赛 打的 非常荡气回 啊 气吞山 啊 就这种感觉 呃 我想可能也 有一个原因 就是 有一些外援 你比如说 维德塞尔 啊 帕托 啊 莫德斯特 包括这个 全境园 他们呢 有的要打世界杯 即使不打世界杯 在他们眼里 亚冠 肯定要高于 中超的 啊 换言之呢 可能在中超的比赛当中啊 他们有的时候 会出现一点 什么懈怠 或者是 呃 多多少少 偶尔会有点 出攻不出力 或者是啊 不那么拼尽全力 但是在亚冠赛场上 那这哥几个 首先呢 人齐了啊 不受什么 外援限制了 呃 也不受什么 U23的限制了 呃 整个队伍呢 相对而言呢 会完整一些 再有呢 就是人人奋勇 各个争线 啊 尤其是主场 零比零 呃 曾经有人说了 说你主场都没赢 你实际上是处于劣势的 那按道理说 的确是这样 首回合主场 你都不赢 对不对 那么你到了客场 那可不就是孔夫子 搬家进去输了吗 啊 但是你别忘了 有两个人的两段表达 跟今天这个比赛结果 还是可以硬 硬称 啊 可以硬称 一位呢 叫慕里尼奥 啊 慕里尼奥当初呢 带这个 气息 啊 在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啊 对阵好像是对谁啊 是对谁来的 哎呀 我一下忘了 利物浦吧 不一定是半决赛啊 有可能是是是淘汰赛吧 反正是对利物浦 对利物浦呢 这主场呢 是零比零 先打主场 零比零 对巴萨啊 对巴萨啊 先打主场啊 是零比零 哎 这时候舆论就说了 说你这个 呃 这个 你主场你 第一 你没赢 第二 你还没进球 啊 说你这个结果呀 乌安丸 得暗淡 啊 但是牧里尼奥在赛后的新发布会呢 就有这么一段表达 说呢 虽然 啊 我们主场没有取胜 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是 我们也没丢球 哎 说我们也没有丢球 这个呢 又是啊 不好结果当中的 那个 好的结果 啊 所以呢 你这么一看呢 的确 零比零 主场 接下来到客场 如果是一个有进球的平局 就可以出现 当然了 木里尼奥那一次啊 好像也没有出现 但是不得不说呢 这个 主场 没有让对方进球 等于说对方没有啊 客场进球 在一定程度上呢 啊 也为自己呢 在客场 搏一个有进球的平局 也是埋下了一些伏笔 啊 这是木里尼奥的表达 还有一位朋友的表达 我不知道这车上的 这些车友 是否记得 就是类似于淘汰赛 这样的比赛 首场比赛 没有输球的队 那么 次回合 回到主场 会输盘 啊 来 有没有人记得 啊 有没有人记得 啊 就是这个 这个 有没有人记得 啊 咱们说句两话 今天咱们不收费 但是呢 在智力方面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门槛 包括记忆力 啊 理解力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 什么输盘 那输球 他不懂 那就是理解力不懂 啊 有什么 这种客场 没输 什么意思 他不懂 那这个是属于智力的问题 啊 那么记忆力说 我怎么说过 他说没说过 这是记忆力的 记忆力的问题 我说过 他也知道我说过 但他不承认 这他妈是人品问题 啊 这就更不允许上车 啊 所以呢 这可能也是一些 啊 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啊 你说恒大今天 提的好不好 我个人觉得 虽然不是最好 但是 他也踢的不错 啊 在比赛的大多数的时间里面 恒大是比赛的操控者 啊 是整个节奏的把握者 啊 呃 全场 十八角射门吧 呃 还是多少角 呃 控球率基本上能到70% 全剑一共就四角射门 就两脚打正门柱 啊不是 打正球门 然后记打球 得 所以呢 这就是足球 啊 有人老说 说你这个 这个足球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呢 他是实力 有的时候呢 他是运气 有的时候呢 又是玄学 啊 总而言之呢 他不是说那么容易把握 啊 不是那么容易说 呃 一看实面实力 啊 一看场面 然后就能够知道最后结果了 还真不是 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 所以恒大球迷呢 我能理解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呃 不老爽了 啊 但是呢 咱们客观说啊 一个王朝 吧 七年 我觉得 已经堪称奇迹了 那么在这个王朝 进入七年之痒之时 其实无论是许老板 还是许老板身边的幕僚 对于恒大统治力逐渐下降 可能存在一定的啊 危机啊 叫十面埋伏可能有点过分 但是四面楚歌嘛 也有点夸张 但是呢 就说危机四伏吧 是比较恰当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恒大其实也在努力 想把已经有一点要下滑 这个趋势 给他顶 你就顶住 靠什么顶 靠什么顶 说句实在话 靠人顶 因为很简单 球是人踢的 靠人顶 靠人顶呢 那么第一 哎 把一些有潜力的 这个U23的队员呢 给网络涨下 邓潭文呢 杨丽渝啊 唐诗啊 是不是 宋慈 白 处词 员曲啊 都给他弄过来 这个呢 更多的是应付中超联赛 但是你别忘了 你应付中超联赛 同时你可能也会减轻啊 这多线作战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重任 还有一点呢 也曾经想啊 在外援方面呢 动一动手脚 奥巴没洋 但是奥巴没洋可能呢 这事炸了 叫北京话叫炸猫了 到现在也弄不清楚 到底是国安 说呛了恒大 还是恒大呛了国安 反正总而言之呢 这事啊 弄来弄去啊 再加上相关的这个规定 以及许老板这讲政治 这一贯的这个倾向 最后呢 就这钱没花出去 保利尼奥想强留 没留住 保利尼奥据说人很好啊 因为昨天 昨天在广州啊 和这个黄文和于汉超啊 坐了坐 聊了聊 哥俩呢 聊起来这个保利尼奥呢 也都是恕大门哥 平常也不玩 也不去什么夜店酒吧 要玩怎么着呢 在自己家后花园 把这些中国队友啊 巴西老乡都给请来 弄点烧烤 烤鸡翅 烤板筋 烤麻豆片 烤茄子 烤青椒 肉筋 肉串 堵 要不要香菜 不要啊 然后呢 放点小曲儿 巴西的 探狗 不是阿根廷的探狗 巴西的桑吧 总言之呢 大家一块来玩一玩 就这么一个人 而且呢 即便说现在 在巴塞罗那 即便说现在 也走入豪门 即便说 偶尔上场 美西 伊尼斯塔 围绕身边 尽管说 有时候还能进球 但是 时不时的呢 还通过呀 这个社交媒体 这个不是社交媒体啊 这叫什么 社交工具 软件 和他的 中国的广州恒大队友 没事呢 还聊聊天 就这么一个人 保利尼奥的离去 在一定程度上 的确让恒大 失去了 一根支柱 保利尼奥 你说有什么支柱 他也不是队长 然后他也没有 那前呼后用那劲 但是他朴实 扎实 最重要的 就是精神作用 可能在其次 战术作用 对于恒大来讲 太关键了 就是当巴塞罗那 失去了内玛 然后只有梅西和 刷雷斯 两个攻击点的时候 刚刚的 巴尔维德 刚接手巴萨 那么 保利尼奥的出现 犹如神兵天将 解决了 这个球队的 第三攻击点的问题 而保利尼奥 在恒大 多次 关键时刻的 摆布穿扬也好 还是 这个 门前强点也好 还是 这个 鲁志深 倒拔 垂扬柳 总言之呢 他表现的 非常的出色 两个禁区之间 攻防之间 对进攻的贡献 平地起惊雷 对防守的贡献 可以讲是 无处不在 那么 保利尼奥的 离去 的确呢 让恒大呢 在中场 失去了 这根支柱 这个 纳英格兰 是吧 也曾经啊 传出过绯闻 包括 恒大 甚至都去 因为 从国外引进的 目标太大 有可能 违背相关规定 还得交很多税 很多很多税 决定呢 干脆啊 咱们就内部 找一找 在中超这个范围里边 找一找 说中超 找一保利尼奥 太难了 但是呢 找一个相对 不错的后腰 外援 行不行呢 直接呢 联系了 上海参花的瓜林 瓜林那边呢 说 这事比较大 因为参花 带我不薄 另外一个呢 参花 你想想 本身呢 去年拿了 这个 足球杯冠军 去宣昂 本来这赛季 也想往前走一走 所以呢 在去年年底 想要动 瓜林这个念头 最后啊 没有动成 退而求其次 找来了 古德利 古德利啊 你不能说 他是一个 一般的队员 他的确还是有 他的能力 只不过就 他这个类型 在广州恒大 急需啊 这个战术支柱的 这样的一个 窘迫的现实面前 那么他的特点啊 并不 不是 广州恒大 可能最最需要的 人 当然他也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 但是呢 显然 恒大呢 在整体的 都老了一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不改年龄的话 应该是都老了一岁 那么有的时候呢 男人的成熟啊 就在一夜之间就成熟 一夜之间就成熟 你看 孙春熙的父亲 曾经是非常不成熟的 不成熟就是 他认为 他不喜欢我的解说 他认为 我的解说不专业 这是非常非常 不成熟的一个观点 是吧 也表明了 他不成熟的内心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去广州 他的儿子 他旁听了 我们的准备会 因为只有一个家长 他反正 我不让他来 我房间 他也跟着一块进来了 他跟着我们的教练组 的其他成员 进来了 进来了 我也不可能让他走 你说对不对 你再怎么着 他儿子是我干儿子 是吧 那么他就躺在我床上 他若有所思的 躺在那 睡美人的状态 我们在这开会 他在那旁听 旁听 当我说到 说 希希现在状态不错 希希这场球 我一定要用手 我就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那一刻 他一下子就成熟了 真的 他马上就成熟了 他就感觉就是 一下就来了 就是特别的理性 理智 而且客观 然后就特别的这个 对于事物的认识 理解 这个层面 就是 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 我难以置信的 就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的 就是 我当我回眸 我说 希希这场球 我 甭管你们怎么看 我决定了 希希这场球 一定要重用 我一回头 我一下 一个成熟的孙守东 浮出水面 真的 然后你看 接下来 就是 关于我的解说问题 他也不提了 关于我对 他儿子的 这一路的相伴 他开始学会表达了 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 那么 所以呢 就是 我想 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 广州 恒大 这个 队伍的 整体的队伍的 这个体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的确呢 是处于下降的 那么 由于呢 这个赛季 高拉特 十打十打 甚至还传出来呢 他要走人 要追求自己的 欧洲的梦想 因为世界杯的梦想 已经破灭了 是吧 决赛中国呢 也这么多年了 说该挣的也差不多了 回去兵班一算 回家 老婆你给我算算账 说咱们现在 挣的这些钱 就是到七十岁的时候 能不能花完 他老婆 七十岁 咱儿子七十岁都能 都花不完 一听这个 高拉特一夜之间成熟了 认为呢 说人生 怎么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呢 对不对 挣那么多钱 干什么呀 儿子七十了 自己都得多少了 得一百多了 一百多活着 即使活着跟死 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呢 高拉特决定 既然钱挣完了 那就去挣梦想 对不对 既然钱挣完了 去挣梦想 就问他老婆 说老婆 咱们现在就是 是不是可以去 追求 人生的梦想 他老婆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不是 高拉特说 我想追求 欧洲的那种梦想 是不是又喜欢欧洲大秘了 不是 我是追求欧洲 我去欧洲踢球 这才像个男人 是吧 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反正总而言之呢 这高拉特呢 也是实打实不打 但是今天高拉特 表现的仍然 证明着 他的能力 求伤 在恒大这日队伍当中 是太重要 再加上政治 30 80年呢 38了 真的 当时说萨内蒂 能踢到367 378 我们都直竖大不哥 你想中国人的体能体制 那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 欧洲人 南美人能比吗 比不了 后来一说 那日本有三不之两 50多了 还踢呢 但是他踢的是 低级别的比赛 是吧 所以呢 政治呢 这个 年龄大了之后呢 他得需要保养 对吧 你一个车 新的车 上路之后 250 220 但你开了十几二十年的车 说实话呢 开两趟高速 就得进4S店 就得 有些零件 就得换一换 机油 绿芯什么的 都得走一走 加点佛什么的 要不然夏天 成桑拿了 所以呢 总体来讲 当打的 骨干的 这叫什么 这外援 走了 顶替来的 也就是一个代替品 虽然也有作用 但是作用不突出 而 球队的核心力量 又出现了一些 情绪上的波动 精神上的一些反常 包括阿兰 对不对 踢着踢着 没事跟刘一鸣干 你看 刘一鸣呢 青春闹都很多 你说你跟他干 是不是 像这种 气宇宣昂 是吧 青春风暴的 你说你跟他干嘛 你得玩脑子呀 他非得跟人家扛 对吧 一下 不是 王小平急了 正在家弄磨的 一听说 怕脱又弄人了 直接给开一发单 走了 贴党风波里 我就有时候 我经常在街上 我就看着人了 直接给开一发单 走了 贴党风波里 我就有时候 我经常在街上 我就看着 然后呢 总而言之吧 年轻的又没顶上 你要说你有个委事好 是不是 你最后二十分钟 上去凸两次 完事 又没有这样的人 杨丽鱼 唐诗 邓韩文 反正呢 都 什么胡宝 胡瑞宝 胡宝瑞 反正他都用不上 这事你说怎么弄 对吧 加上张成林 张文昭 这个呢 都属于 实在没招了 等于说上去吧 对吧 就属于这种 他不是那种主动的 有什么战术目的的 只是说这些人 不行了 累了 抽筋了 或者落后了 搏一下 上去 这个不行 你要有个黄紫昌 没准都 这场球都能够 有点 有点念想 所以呢 不得不说呢 这也不是说 恒大什么高层的 什么问题 是吧 因为恒大 做足球 对吧 一半做足球 另一半是做 做 做其他 是不是 所以当他 他有权衡 老板 不是说天天都是球迷 许老板跟你不一样 恒大球迷 你天天 我今天穿越红了 许老板 不一定是这样的 许老板做足球 让你们开心 对吧 球迷高兴 然后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当其他的一些想法 跟足球这方面的 所谓的投入 出现矛盾的时候 那有可能 人家是 决定 谁 孰轻 孰众 你明白吗 足球对于你死忠 你认为你是 生活全部信仰 这那个的 但是足球 只是许老板的产业 练当中的一个 一个环节 对吧 这点啊 你得弄清楚 对不对 有种球迷 不行 简单的鼓掌 不是现场 请自重 大哥 你他妈是谁 我就不明白 什么自重 还怎么 还得跪下来 是不是 踢个球 我说你 你买个套票 你就想当大爷了 大哥 你别这大哥 你买个包箱 行不行 你买一个包箱 完了 你再打个这横幅 还能算匹配 大哥 你天天在球门后面 光光光光光 完了之后就打 还请自重 这鼓掌还不行 简单了还不行 老夫老妻了 说抱一下 就完了呗 不行 还得非得亲 亲哪啊 还得亲嘴 你说这 你不扯吗 还得当着别人面 你说这不王八蛋 这不是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这些都属于 不正常的心理 给了你那么多荣誉了 可以了 说句老实话 其他队的球迷 其他队的死忠 不比你付出的少 对不对 您这七八年了 牛逼 到哪都牛逼 我恒大球迷 是吧 我这大哥 谁坐在编导 没搞错 对吧 已经那么牛逼 那么多年了 是吧 俱乐部 播风播谷 有点起伏 也正常 对不对 你不能是 你老赢 谁他妈老跟你玩啊 你都赢七年了 对吧 足有了价 现在都没人 愿意跟我们玩了 你才赢了 他们八个月 就没人愿意跟我们玩了 怎么弄啊 现在 接来没法弄了 怎么弄啊 只能邀请日韩的了 对吧 那你说打零八的 我不打零八 打零八输 把你们说 我输你们了 对对 我就打日韩 咱们走点泰国行不行 对吧 那你说打零八的 我不打零八 打零八输 你们说 我输你们了 对对 我就打日韩 咱们走点泰国行不行 我说咱们走点泰国行不行 我说不去泰国 去泰国赢了 人家不认为你赢 输了你反正丢人 不打泰国 就打日韩 是吧 那英国战狼呢 我不战过了吗 不上超龄的4比6 就这比分了 就这样了 还怎么着啊 你说你们输两个 5比0吗 那都是上超龄的 不算 那当然了 你说是不是 输叫上门 超龄门将 扑出去十三角 那他们球怎么踢啊 一个超龄门将 和一个不超龄门将 多练一年 差多少呢 我们打过朗 4比6 你就记这个就行了 就是打过朗 正正经经 公平竞争 打过朗 4比6 好吗 是吧 所以呢 我就想说呀 这人哪 有的时候 你对于球队 你有期望 热情 这帮不也拼了吗 对不对 你说不行 还得必须给我砸子 买万元 奥巴没养 必须来 那英格兰 那英格兰 必须来 哥你是谁 我想问问你 王健林都不敢 跟许家印这么说话 你说是不是 你看汉堡那球迷 球队就降级了 降级了火烧个球场 完了之后 谁纵火都给逼了走 关门起来拉倒了 完了 何必呢 他的实施就完了 对吧 自己你生活的比赛 你都赢了吗 你原来热爱那姑娘 不是被别人抢走了吗 你怎么不去干去呢 你说是不是 你老爷们要求你队 队必须得干呢 所以这都正常 好吧 天津全剑呢 我今天我想给天津全剑 竖一个大不哥 我倒不 这个没什么亲属远近 因为呢 黄博文也是我哥们 对不对 这个王永珀也是哥们 兄弟 这都是为什么 都我 我王永珀 我可能会祝贺 黄博文 我会安慰 但是呢 我只是从纯粹的 足球角度来讲 我认为天津全剑 今天可以 十四季 我就要给黄启祥看看 不是说我 我掏不起这流量费 对不对 你不在 你以为我就播不了了吗 对不对 我也有四季 不就是多花点钱吗 对不对 我一我 你他们不是说了吗 我做一次直播一百多万 我们还在乎这点流量吗 你说是不是 这不是买的起码 还配不起安吗 是不是好了 OK了是吧 是吧 有人说 全剑卧草 行了 我就说了吗 如果中国队 七十分钟开始卧草 能卧进世界杯 我他妈骑着卧草去 我就天天我躺在草坪上 我我陪着他们一起 这是规则允许之内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场球呢 也就这样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 说吃惊的 对 我不说了吗 你客场没输 但是你也没进球 这就是一个 不是最好的结果 再加上 我总结的 是吧 两回合 第一回合 客场 没输的 往往回来 赢不了 往往赢不了 真的 黄马 做客 油温图斯 没输吧 何止没输 三比零 回来差点 怎么着 被人给弄死 你说对不对 这不都鲜活的力 鲜活的力 所以呢 这个就联赛吧 就看联赛吧 但是呢 不得不说呢 这卡纳瓦罗 你也没法评下他 因为他 这个人 人马 和有保利尼奥的 斯格拉里 有孔卡的 李皮 对不对 埃尔克森 什么穆里奇 那个时候李皮 对吧 这边呢 保利尼奥 再加上一个 精神正常的高拉特 以及神经正常的阿兰 那斯格拉里 那你现在都不 都不一样 对吧 你这阿兰连赛都打不了 你高拉特一会打 一会不打 就算今天表现好 进了俩 那要是状态好 没准今天进四个呢 恒大六个必进球的机会 但是人家权健呢 确实也是熬到这份了 之前输太多 之前输太多 你以后打麻将啊 你一定是 就比方今天 咱们说咱们四个人玩 打麻将 你呀 你别 你三缺一 你别直接就过去 你过去 我不好 不打 无准备之战 你像我一般都是 他们约我打麻将 我得先问 我说你最近赢了 输了 我问 我就偷偷问 如果哥仨里面 有俩赢的 我就去 说最近赢了 手特顺 是吗 走那我就去 如果说哥仨 最近不行 特别背 我绝对不去 为什么 这哥仨都输到极限了 你再一去 都开始赢了 最后可不你输吗 你说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东西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很难讲 踢的好的队 为什么不赢 那你说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 踢的好的队 为什么不赢 那 还卡吗 刷新一下 所以呢 这个恒大的事我就聊到这了 我也不想多聊 为什么一千者的地狱啊 没有一会儿 喷就来了 是吧 我特别烦他们 咱们说说国家队 国家队 我想说的是啊 你说李皮有没有可能不续约 李皮 我认为很有可能 我认为很有可能 原因就在于呢 李皮呢 是蔡 蔡 蔡领导那时候定下来的 咱们这边呢 办事是这样 就一朝天子一朝臣 对不对 那么你老蔡当时呢 跟恒大那边呢 走得比较近 我指的是这个上层之间啊 并不是说对恒大有什么偏向 你看我说话很严谨 我不是说足协偏向恒大 而是说呢 走得比较近 有点不分彼此的感觉 一块看个球啊 是吧 一块吃点东西 撸点串 是吧 再加上呢 我想找的人你帮我付钱 像这事 说句老话 咱们有时候不是帮你付款 才是真朋友 是不是有这话 是吧 谁能给你出钱啊 帮你买单 这都是哥们 朋友 对吧 那么新的狗局上来之后 对不对 呃 那肯定呢 这个得得得得得 得琢磨琢磨 啊 首先来讲 咱们的官说 李批李大爷 好教练 但来这呢 也没把中国做就搞的什么样 对吧 中国队搞的还不是做小将的 啊 做小将 我这没证 我现在 就是多多少少 反正还凑合 啊 今天呢 我跟一个 我跟一个俱乐部的这个总经理啊 发微信 完了他跟我说 说董哥现在挺残酷的 这些教练 有时这个成绩不好 就是下课的危险 我说是啊 我说现在全世界最稳的教练 就是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打着一串 哈哈哈哈 是 是吧 当然我说 我说我也有压力 他说是 他说他说有压力嘛 有压力 然后你成功了 然后你 你才能享受那份喜悦 哈哈哈哈 是吧 真的 真事啊 有人说你又吹牛逼啊 说不可能 说俱乐部总经理能跟你一块发微信聊 这么着 不信呢 咱们打一万块钱的赌 好吧 我输你输一万 你输我输一千 我今天手机上 那个微博里边私信 我就开始接单 你说董哥我不信 我不信 中超的俱乐部总经理跟你来有这个对话 你要不信的话 咱们就交换电话号码 啊 咱先把款都打的黄建祥呢 好吧 我打一万 你打一千 然后呢 我出示证据 啊 然后咱们 如果我出不出来 一把钱你拿走 啊 如果我出来 这一千块给我 我告诉你 我凭这个 我能 能挣五十多万 啊 我觉得我能挣五十多万 好吧 嗯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说说国家队啊 第一个问题 我抛出来的 李皮有没有可能不续约 我认为有可能 啊 啊 perhaps may be 啊 有可能 原因 我说了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他确实没有给人特别信服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队的一个 整体的改 甚至球员都不不愿意在他面前去卖命 这他自己说的 说句老实话啊 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 说队员说有国家荣誉支撑 那必然那固然是一个原因 但是在法国 在荷兰 甚至在英格兰也出现过 我也也也也不好好提 为什么 你说那些队员都是职业球员 为什么也出现这种情况 教练的问题啊 那教练的问题啊 对吧 等于说教练 可能并不是你得罪了 这些队员 但是你没有把他们真正的调动起来 所以也就就 你你新任的队员最后离你而去 说有一天 万象说 我们 我不去 赌小将了 我不去 孙真希说 去那干嘛去 有什么意思呀 李简文说 我这还去念书呢 黄雨昌说 我本来就不想去 那那天就证明着 我出问题了 而并不是足有小将出问题 一定是我出问题了 所以呢 一个教练 我们今天在一个群里面还聊 人家说 教练很重要 我觉得 球员呢 从竞技层面 天赋最重要 你说我 踢个校园足球 然后我考个特长生 那可以 你玩并练 大差不差 你比人练多 人一天练一个小时 你练四个小时 那有可能你就成了 但是你要说 想走竞技 说有一天 我能踢到国家队 甚至我能 能够在同名人当中 我能够成为翘主 那说句老实话 天赋九成 天赋是九成 那么天赋是九成 教练的作用呢 你说 那伟大的教练 大哥 任何一个牛逼的教练 他也没有把所有队员 都培养成为 最牛逼的队员 这我说的没错吧 你说培养乌磊的教练 出来都是乌磊吗 不是 哪怕说你培养万象的教练 也不见得出来都是万象 为什么呢 所以还是说 球员自身的天赋 是占最主要的 那么教练有没有作用呢 当然有啊 教练当然有 教练 什么是牛逼的教练 就是一个好的教练 是你手下有天赋的队员 你让他的天赋最大化了 你就是好教练 而并不是你赋予他什么天赋 大哥 罗纳尔迪尼奥 罗纳尔多 小罗纳尔多 大罗纳尔多 是吧 纳尔迪尔多 内马尔是教出来的吗 是谁教出来的吗 哪个教练说 来我教你 你用蝎子摆尾 来我教你马赛回拳 我教你过人 大哥 他自己都过不去 但是这样有天赋 把他的天赋最大化了 你就是教练 你就是最牛逼的教练 为什么福格森住院 C罗都不庆祝 因为在C罗的心目当中 知道自己遇到了福格森 福格森并不是教他 怎么去过人 并不是教他 怎么去踩单车 并不是教他什么 左右脚倒钩 两米三八 而是福格森一定是教会了 他怎么去看待足球和生活 一定是这样 给他机会 让他绽放 他最大的那一份天赋 这是好的教练 不是说每天陪你八小时 带你练脚弓 脚背 外脚背 还草还草还草 还草 就是不是 现在咱们很多人 还都不明白这一点的 很多的教练很辛苦 但是实话讲 让队员 有一定天赋 把他的天赋发挥到极致 确保他 不走弯路 不中途而废 是不是 然后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指引 开启他的心智 这是真正的好教练 有证没证都不重要 你能做到就可以 我也不拿那个平直称 是不是 但是我不是说夸我自己 当年辽宁的张尹也好 还是崇明岛的徐根宝 徐志导也好 就是这样的教练 他们可能带职业队 可能未见得多少的成绩 但是他们培养出了牛逼的队员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 亦师亦父 给予这些孩子 在成长的最关键时刻的 最正确的引导 让他们把确保 他们的天赋 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李金宇 弯弓射大雕 什么曲乐横 咸梅 边路暴走 是吧 张玉宁 空中什么狮子摇头 对吧 把这些东西发挥出来了 而不是说 让天赋被磨灭 让个性被抹杀 对吧 然后让视野变得局限 这是中国清训最缺的 中国清训 包括中国职业队 不缺好教练 八国联军的教练 都来中国了 中国是世界的boss 最有钱 谁也不跟钱过不去 都来了 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挣钱 但是他们忽略了 你的 你跟队员有交流吗 中国人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你天天的 你找哥几个 跟那么洛杉矶 唐人街的 就那么几个外员 没事吃点喝点的 完了就工作 我们讲究工作 完了我们就休息 就享受生活 大哥中国人不行 中国人就最爱加班了 你明白吗 中国人你不就 有些事情都 明明班上能做的 必须得加班做 哎呦 天哪 是吧 所以你要跟 陪着中国人一起加班 中国人需要交流 中国人有时候 你人心割肚皮 你不说话 他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他一琢磨你 你再一琢磨他 乌安丸都暗淡 要开诚不公的交流 很多的外教来这 他就觉得我是工作的 我是职业的 professional大哥 你说你挣那么多钱 你跟队员聊一聊 对吧 二十多个队员 有的一 执教一年 没说过五句话 真的 这我亲口 就是中超的这个 这个国脚级的队员 说外教跟他没说过五句话 单独啊 你要说拍个会什么的 那可能都都都在旁边 就没有交流 说你说你是 说你你哪的人呢 你你平常你喜欢干什么呀 哎 你有老婆没有 几孩子几岁了 干嘛的呀 你什么性格 你什么 没有 就觉得反正你来这踢球 你就是机器 就是你就是 就是我的机器 我马点就 踢就完了 踢的好 就踢不踢 乱走 可是中国人是一个人形社会 是需要有情感的维系和沟通 本来呢 中国人就相互之间猜 因为这个社会呀 确确实实 你现在短信的链接 你敢点吗 我从来不点 陌生电话 你敢 我从来不接 为什么 反正只要链接 我就不点 你要没有视频框 我都不点 我就这样 对吧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做什么事 我都踩着离合 这什么意思 蓝光水 哎呦我天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现状 那么呢 李皮上一场比赛 这个中国杯 输乌拉圭 输这个威尔士 尤其是威尔士 输太大了 输太多了 0比6 0比6 一般来讲呢 这个你三四个就算到极限了 五六个 这就够呛了 所以那场比赛 实际上呢 最后的锅 谁背着呢 散步三人组 因为不仅是球迷认为 场上有人散步 李皮 李大爷 赛后也说 我们得 我选错了队员 对不对 我的队员必须得有热爱 是吧 然后他们必须得有付出 如果他们不不热爱 不愿意付出 那么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事 说句老二话 就是甩锅 就是甩锅 其他 黄马也输了一六够 对不对 黄马这赛季联赛输了多少 从来没限其他那甩锅 黄马那些队员在场上 是不是也有散步呢 你就说 马赛洛踢欧冠 和踢联赛 就不一样 也有 是吧 也有 但是人家其他那从来不甩 对吧 李皮 人越老 越爱惜自己的羽毛 真的 特别爱惜自己羽毛 你二十多岁 绝对不爱惜自己羽毛 明白吗 你突揪 你都出去走去 但是人越老 就越爱惜自己的羽毛 你看我现在就有点 要爱惜自己羽毛 真的 我跟陌生人就不说话 女的就更别说了 从来不说话 为什么呢 爱惜自己的羽毛 因为老了就是这样 再加上呢 我才没那么老 老小孩 老小孩到李皮 七十 他就是很固执 要面 特别要面 说一想自己 当年也是 叱咤风云的 一甲冠军 欧冠冠军 啊 这 是吧 所以呢 这零比六 这比分 说白了 自己他也难受 谁不难受啊 谁输球都难受 没 外国人就不在乎输赢 喂 有一些中国人啊 根本就不懂清训的 外国人就是玩 外国人根本就不在乎输赢 就是培养小孩随便踢 我去你大爷 随便踢 梁君浩怎么随便踢 五分钟就给换下来了 是不是 不在乎输赢 哎呦 我天呐 我就不不明白 这这这这这这些 外国人 不在乎输赢 上超龄的 冒名顶替 没有不在乎输赢的 别扯王八犊子了 啊 拉裤兜 好吧 嗯 好了 咱们说说国家队啊 国家队呢 那么就是在 李皮呢 这个甩锅的 因为 说句老实话 你打威尔士 对不对 你玩一四三三 完了你还跟人家 这个那个 还有 还有这 船控 还有控制 还有这 被人给抢 还压上 高位逼抢 三条线都顶出去 最后 贝尔在那 贝尔说 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的草原 呼伦贝尔啊 哇 贝尔疯了贝尔 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字头罗 对不对 做简字 没办法 对不对 那实际上是教练的 凡是超出实力对比的 大比分的实力 都是教练的国 没有队员的事 你就记住这句话 本来你这俩 这俩队最多两个进球 最多两个球的差距 最后输了五个 八个 那只是 只有教练的事 没有队员的事 没有队员 所以打假球 我告诉你 那年加纳对巴西 我就认为加纳是打假球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住 0比3 02年世界杯 我就认为加纳是有人 肯定是打假球 为什么 你跟巴西提 巴西有罗纳尔多 小罗纳尔多 罗纳尔多 呜呜的 完了这还往上冲 有时候打假球 我告诉你 并不是说 我龟缩 我不进攻是假球 No 有时候 若对越攻越是假球 明白吗 因为演戏也过了 是吧 你看那种说谎的人 就声越大 越是说谎的人 你看我现在说 说话上 声音是不是很小 98年世界杯是吧 98年世界杯 反正我忘了哪年 反正加纳 0比3 16进8的时候 06年 06年 南非 06年是德国吧 德国 德国 好吗 所以呢 就是我想表达的 就是这个意思呢 所以呢 李皮呢 当然不会承认自己错误 怎么可能呢 我都抽雪茄的人 我怎么能承认我错误呢 是吧 所以谁的锅呢 那就谁 散布就谁的锅呀 冯销 盗林 什么这个 最后连三哥都没有姓年 你说这事到呢 反正啊 我不是挑事的人 但是我愿意跟你来分析啊 李皮今天呢公布了这个打约旦和打泰国的这个名单 因为中国呢 这个说白了 眼不前呢 就是拿鸡毛当令箭 世界杯反正肯定也没进去 是吧 就弄个亚洲杯 反正就是推耳求其次呗 对不对 亚洲杯 说模特找不着了 怎么办呢 找一保姆吧 也就可能是这样 对吧 漂亮的保姆 也可以啊 中国呢 是这个亚洲杯呢 是跟韩国 吉尔吉斯斯斯坦 和菲律宾 孙基海 曼城天使 名速 抽类签还是可以的 是吧 因为小组有时候第三名都能出现 但是呢 这个抽完签之后 中国一片欢腾 但是吉尔吉斯坦 和菲律宾呢 也在华贵 我们队 我们族很胖 就韩国一强队 中国没问题 弄他 所以呢 就变成这样 所以呢 但他这个比赛是早约的 所以跟约旦约的呢 这个反正就约了呗 5月26号是吧 然后跟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呢 可能跟泰国也大差不差吧 是吧 反正菲律宾 菲律宾篮球 一度跟中国南篮 一直在递格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这是一个亚洲杯的小组 但是甭关怎么说吧 中国呢 这个反正 鸡一顿保一顿 那么前阵子 还身苏亚雷斯和贝尔呢 紧接着跟约旦 和菲律宾 你们球员的名字都念不准 反正就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也没什么谱 小孩唱歌没谱吧 总而言之吧 就是 就是原来想构着世界 往世界走 后来发现不行 还是回来吧 往第一个走一走 是吧 因为呢 跟这个 泰国 跟这个泰国 这个和约旦 约旦和泰国 跟约旦这比赛呢 我觉得输赢都无所谓 是吧 我很看重 跟泰国这比赛 因为第一 课长难度大点 第二呢 中国跟泰国呀 说句老实话 你仔细琢磨 还是互有胜负 他不是说中国一直碾压 打1998年 好像就就就亚运会就开始输泰国 要再往早 可能更早 80年代就开始输过泰国 0比1 皮耶彭进的球 一直到卡马乔时代 又输给泰国 然后引发地震 是吧 卡马乔也下课 所以这场比赛呢 李皮对泰国这个比赛挺有意思 所以公布这个名单呢 那就结合着中国杯 他所谓的说可能 可能有些队员 他不认为不适合的 就或者说 他选错了的 他这回就 不选了呗 所以结果是这样的 咱们一起来溜一溜 哥们跟你来聊一聊 首先来讲 我们先看看这个 在中国杯 对威尔士那场比赛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 一般 你再回忆回忆 都在听着呢 朋友们来 是活的 咱们都打一个溜 行不行 你这样 虽然我不能够每一条都回 但是呢 我知道有人在听 我这也挺不容易的 我这多累啊 我这中超急紧 我天都没看 就这个周末在广州 三天睡了九个小时 这个你去问 问那个领队 问那个教练组的 或者是CC他爸爸 你会知道 我那天 我本来两点 开会开了两点多 在广州 我就本来我就想睡 因为早上还得早起 结果帮帮帮敲门 谁啊 领队跟着孙晨熙他爸爸来了 找我聊天 一聊聊三点三点半 我再一醒 我一看完了 坏了 这大巴车都走了 把领队给我发 说那个董哥 要不您养精师于锐吧 您甭来了 我们都已经出发了 咱们就晚上 那个您指挥比赛就行 我一想 这赛前训练 我不去 咱说句老实话 我不去 孩子 他他倒不一定注意到 家长一看 哎呦怎么了 什么 这这这这这队 这啊 早上起不来 不来啊 训练 你也知道热呀 所以哥们要打一辆转车 啊 给我拉到那个 那个那个局场 我赶上了最后 最关键的 25分钟的训练 啊 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进攻控制 啊 那一段 怎么打 打背后啊 哎 好吧 不说了 那场比赛的守门员 严俊龄 吧 那么严俊龄 虽然说丢六个 我告诉你 严俊龄那场比赛 丢十六个 在李皮西目当中 严俊龄 已经是number one了 没办法了 这个曾成也好 王大雷也好 就认命吧 没办法啊 就是至少说 在李皮 执教的这个 体系里边 那么他对严俊龄 确确实实 比较看好 这个其实就一个印象 你想李皮 执教过布逢 你说 对吧 我这哥几个 往这一站 谁最像布逢啊 严俊龄 为什么 身材 欧洲人就讲着这身材 高大化 大型化 说大而不笨 大而不笨 他不像原来 中国有一门 像江金 江金的那个时候 可能啊 他反应可能 稍微 虚微有点慢 但是呢 按他的队友啊 就是在央视 说求了 虚扬形容啊 说大杆 他外号的大杆嘛 说大杆有的时候 恰恰是因为 反应慢一点 反而铺出了不少球 因为 单刀嘛 准备 要打门的时候 还做一假动作 做假动作 推这边的时候 江金说 你做什么假动作 没看清楚 哎 九十来了 正好啊 不会被谎啊 这当然开玩笑 严俊龄啊 然后呢 增程王大雷 也相对来讲呢 比较这个 比较稳定 但是呢 二号和三号 啊 如果说能落着 半场 也很难啊 反正 反正大雷 反正心态还很好 因为跟大雷有过交流 啊 增程不熟 啊 反正心态也比较好吧 对吧 反正国家队嘛 啊 去啊 是吧 呃 戴个套袖就去呗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严俊龄啊 依然保留 那么那场比赛呢 后卫线上是 郑 郑 郑 贺冠 冯霄亭和 王神超 被堵槽最多的是 王神超 但是王神超 这一次又留下来 证明什么呢 他确实是发烧了 老有一些球迷 拿王神超 那个停球 啊 来来吐槽 凡是这么吐的 只有两 两 两 两类人 一类人呢 是上岗的敌人 啊 就上一上岗这个队的 敌人的阵营的 对立的阵营的人 啊 另一类呢 就是不懂球的人 啊 就是跟着坦儿哄 北京话叫坦儿哄 就起哄的人 因为呢王神超 你要长时间观察他 他是 一个是战斗精神很足 头脑比较冷静 基本技术还是可以的 偶尔说停球 停呲了 停了五米 八米 然后被这个互联网 这个过度一渲染 然后就拿他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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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梗啊 然后变成了中国球员 基本技术最差的代表 我认为这些人真的 连他们成熟不成熟都谈不上 就是是不是人 都打个问号 啊 我跟王神超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认识 啊 我不认识他 他也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想表达就这个意思 啊 我觉得有过度的这种娱乐化 没什么意思 也不 反正就把这人给黑了 就变成这样 啊 黑着黑着呢 就当年李毅似的 天亮了啊 现在李毅成网红 啊 李毅现在网红啊 世界杯一道 各种节目 各种通告 对不对 活得也挺好 啊 黑着黑着就黑出感情来了 啊 王神超 那么王神超呢 因为那天 确确实实发烧上去 所以表现的不好 46分钟 下面上中场休息 李绝庞上了 把他换下来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贺冠 踢的也有点 颠三倒四吧 不能说是颠乱倒缝 反正也是颠三倒四 啊 然后呢 刘一鸣上 刘一鸣那你别说 表现的还真是不错的 刘一鸣 啊 刘一鸣啊 可能啊 恒大球迷可能恨他 但是我从一个客观角度来讲 我认为就是 原来我认为他呢 可能啊 只有大身体 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后来有一天 我看他在国家队当中 甚至他准备要打长船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小孩 啊 这小哥们 有一颗比较躁动的心 明白吗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说周围的这些朋友 等你们都退役了 是吧 然后就是我们这波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得争一争 啊 我得争一争 我得跟韦智豪 我得扛一扛 谁是队长 啊 属于这种 啊 所以呢 这个贺冠 这次没了 是吧 贺冠没了 啊 然后呢 冯销 郑争还在 这个李皮啊 对于郑争 这一份爱 我告诉你啊 要是给了金镜道 那就小金子无敌了 啊 李皮呢 非常欣赏郑争 这个郑争呢 现在就越来越像谁了呢 就是就是 他 他也没什么出彩 但是他也啊 没什么露 而且呢 他这个 这个体脂啊 很好 就是他这个身体素质 可能跟郑智 那个类型比较像 你看郑智啊 肯定脂肪含量特别低 真的 郑智连吃三顿肥牛火锅 肚子上 他都没有肉 属于这种天生的 我特别羡慕 郑争也是如此 没准这哥俩 没准就五百年前 可能真的有点渊源 反正那个基因下来之后 我看挺像的 所以郑争保露 郑争呢 他为什么要留他呢 一个呢 就是他确实是表现的比较稳定 另外呢 好像他也啊 他属于那种不远不远的 你看郑争有时候 存在感很低 就是他也没这事 他也没那事 他也不是这个也不那个 反正他球场就 他是踢球 属于这种人 所以呢 一个队里边不能都是这种人 这种人 就是 要都是这种人 这球就没法踢了 但是呢 也不能没有这种人 所以郑争呢 就唠一这个 还有呢 就是他又能踢中位 左中位 又能够踢 这个 左后位 江志鹏没了 为什么呢 你皮说了 江志鹏根本打不了四后位 这个没有办法 佩莱格里尼 反正 最好的江志鹏 一直都在广州复利 这叫灵魂不散吧 咱不能说阴魂不散 灵魂不散 最好的江志鹏 一定是五后位的异位 也就是马克思阿龙索 但是他绝对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 马尔蒂尼 明白吗 他不是这个 所以呢 这个贺冠 再见 然后呢 冯小婷 再见 冯小婷呢 是那场比赛 七十分钟 被邓韩文坏下场 我觉得李皮啊 可能 也许呢 可能 对冯小婷 薛薇有一点失望 按说 两个人应该 有过交情 对不对 应该有交情 但是 是不是 他认为 冯小婷 本来对冯小婷 期望很高 但是冯小婷 可能 在他看来啊 在李皮看来 冯小婷 还没有尽全力 虽然过后 冯小婷也自己的解释 但是显然呢 李皮呢 会认为 你即使说 没有故意的 但是 你也没替我呀 卖百分之一百二的命 把这一点 就是我对你的要求 那一定要更高 对不对 你说我就玩命了 或者我努力了 但是不行 你必须得玩啊 百分之百的这个 这个 百分之百二 你对我才可以 往往 为什么越亲近的人 越相互伤害越深呢 就这样 就这样 对不对 你说有一天说 我左小将 然后他们开会 说要把我罢免 喊下课 第一个站的是万象 说 干爹下课 底下人一块喊 下课 下课 你说那个时候 我有多伤心 对不对 你要是郭景臣 起来喊 老总下课 这我还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很 小哥挺有意思的 算 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我有时候这个 因为聊天嘛 聊天 聊天 好吧 然后呢 这个 邓寒文还保留 然后那场比赛呢 双后腰 是 浩俊敏跟黄伯文 黄伯文 实话讲 那次比赛状态 确实不好 就即便是昨天我们一块聊天 我也要客观说 那个那场那半场球 确实是踢的不好 然后赵旭日呢 替换上场 因为黄伯文啊 去年整个一直处在一个 后半段就养伤 所以呢 他应该再加上年龄也不小了 是吧 应该说呢 也是处在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正在 攀升的过程当中 不是很稳定 他不像赵旭日 对吧 赵旭日呢 有三个特点 赵旭日第一呢 就是他精神属性不错 就是他冷 他反正甭管跟谁 咱们教练到底是谁 他都不知道 但是没关系 上去就拼 这一点呢 是赵旭日的一个特点 就是甭管什么比赛 他一上去之后 可能他不跟你打架就不错了 赵旭日属于这种 有有有有有 有点血战到底的感觉 第二一个 就是赵旭日有身体 赵旭日的第二个特点 是有身体 这个有身体 他反而呢 他反正 他他其实也是三十多 我我我觉得他可能 甚至当初可能年龄 还有点问题 因为没打全球会嘛 就是可能 那个不是他的错啊 那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问题 他他们一算 他也得三十五六 可能那个不是他的错啊 那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问题 他他们一算 他也得三十五六 没准没准三十四五至少 反正 但是呢 他身体很好 这是他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就是长得像一个人 像冯小婷 所以这三个特点呢 确保赵旭日上去呢 你甭管 说是能不能够力挽狂澜 这就敢说 他也不是那样人 但是我能给你顶住 我能给你扛一下 卡了是吧 那没办法 我这四季都卡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不仅是我觉得 南方的网络 还真是不如北方 广州也是很多地方的 这个四季很一般 酒店里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 手机现在 我一摸这个温度 我觉得可以烧烤 手机很热 没关系 咱们说好了 哪说哪了 如果说一会儿 说信号不好 就断 那咱们没必要 非得把什么话都说完 好吗 那么那天呢 就是薅俊敏和黄沫文 黄沫文呢 是被赵旭日换下 薅俊敏打满了全场 但是很遗憾 这一次薅俊敏居然 没有入选 薅俊敏没有入选 因为呢 他遇到了很强大的竞争对手 是谁呢 持中国跟朴成 国安方面军 一军突起 咱们客观说啊 北京国安今年 在中场控制梳理 整体配合推进 这两个延边朝鲜族的队员 加上个奥古斯托 加上个比埃拉 确确实实踢得很不错 你喜不喜欢国安 你喜不喜欢公体 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不关心 我只说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中国球员 我以这样的一个评价标准 来衡量 我认为持中国和朴成的进入国家队 是有理由的 是有理由的 那位问了 那为什么金进闹不能进呢 是这个问题 我一直怀疑 他 李皮可能搞懂了 姓持的和姓朴的 可能是 是中国的朝鲜族 但是姓金的 是不是韩国人外援 他不见得很清楚 他不见得很清楚 那你说的 如果李皮脑子 没有一个琴 要有琴的话呢 还可以打一打节奏 说到哪了 那个这里边有那个 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人吗 有的话 因为我用的另外一个手机 我还能看微信 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这个 给我个个通报一下 给我个个通报一下 给我个通报一下 有有那个什么 有几男人 青岛人吗 这网友破给我发的 这什么 听 醒了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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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行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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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行啊哥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这个 我这个 我昨天跟他留言 我最后说了一个 我说 我说打平吧你们 然后我说最后 我写了一个炸 我写了一个炸 他是不是说 这俩球都是炸进去的 开玩笑啊 行了哥 拼了哥 是吧 行没事 不重要啊 但是毛永泊也没进过阿队啊 这个我就一直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是把礼皮得罪了 他说没有啊 上次打韩国 余大宝进球的时候 还是王永破助攻的呢 对不对 嗯 浩俊敏呢 现在 嗯 没有入选 然后呢 对 威尔士那场比赛 余大宝 首发的 吴磊 韦志豪 加高林 高林呢 显然也是 伤了李皮的心 是吧 总而言之吧 反正何超 把他踢上去了 吴磊在场上 韦志豪在场上 你还记得那时候 还打一四四二 吴磊跟 跟韦志豪俩人嘛 在前面还突一阵子 还挺不错的 但是余大宝很快 就被余汉超 这回倒好 余大宝没来 余汉超也没了 啊 所以这就是 李皮啊 结合着 对 威尔士那场比赛的人员 再加上这阵子呢 也四十个地去看这个中超 包括足球杯什么的 所以他定了这名单 门将 严俊玲 增成 王大雷 这不用说了啊 这个位置上三个人也正常 那么又后卫 邓寒文 张成栋 邓寒文不用说了 U23吧 是吧 一直以来呢 他觉得邓寒文虽然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但是小伙子呢还是比较稳健 张成栋的入选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是可能李皮或人家想起来了 说还有一个曾经在西甲提过的 然后呢在华幸福 张成栋现在当队长 是吧 当了队长之后完全不一样 这赛季虽然华幸福到现在为止 成绩一般 是吧 但是呢张成栋的表现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有身体 有速度 有冲击力 是不是 是这么一个 一个状态 而且呢 应该说张成栋 李皮之前也调过他 我记得当时 李皮接手高红拨 然后在哪集训呢 在昆明集训 张成栋就在 但是呢 跟什么 跟一个什么武汉什么队 打热身赛的时候呢 换阵容什么的吧 张成栋就打了 叫什么 打了三中位的一个位置 就其实就明白了 那个时候就根本 就是没瞧上 因为都没把他安排在 他最适合的位置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回呢 张成栋是重返国足了 可能啊 这个张成栋的战斗精神 还是深深的吸引了李皮 虽然说可能张成栋 有一些方面比较粗糙 但是呢 他敢拼 对不对 李皮说了 你甭管你 哪怕你 你脑脑子 或者你踢的好 但你不拼 没有用 我得找能拼的 邓涵文 给他块铁都能往上踢 对吧 张成栋当了队长之后 身先士卒 所以呢 这哥俩等于说是属于 拼搏型的右后卫组合 然后左后卫呢 王神超 王神超 虽然王神超呢 在上岗打右后卫 但是在国家队呢 有时候经常能打到左后卫什么的 还有就是鱼海 鱼海曾经一度啊 是球盲辨识器 但是呢 他得感谢这个叫谁啊 佩雷拉 是吧 给他一改一位置 以前要打边路 根本没位置 怎么可能 对吧 吴磊一边 浩克一边 鱼海上哪去 没有 是吧 而恰恰呢 上岗上岗 这左后卫呢 一直以来呢 要不就张身 王神超啊 什么代打 要么就是可能张卫 都都不是说很 很 很放心 哎 正好 鱼海 身体素质也不错 也有比较经验 是吧 速度也比较快 啊 再加上呢 在场上有个冷不丁 给你弄个投球什么的 所以呢 鱼海呢 这个赛季啊 在上岗上岗 左后卫 打的有点风生水起的意思啊 所以呢 也吸引了李皮 那么 还有呢 就是郑争 也可以打左后卫 也可以打中卫 王神超 也可以打边后卫 也可以打中卫 得说这俩呢 是 是属于百大 啊 百大 剩下呢 三个标准的 呃 中后卫呢 就是刘一鸣 啊 石科 和张林鹏 啊 你要说张林鹏 也肯定也能打右后卫 但是在国家队 没有冯潇婷了 对吧 你再没有张林鹏 那这中后卫就 就 就够呛 是不是 所以张林鹏在国家队 十有八九 得打到中后卫位位置上 但是今天你说张林鹏 有个失误 什么 那球过来 恒大呀 一直以来呀 就有这么一个 这没办法 这人呢 因为你成 赢的太多了 就是 你想 七年 都是冠军 中间在加俩亚冠冠军 还有什么超霸杯冠军 这七年拿了 十好几个冠军 所以整个这个队伍吧 就是 他 他一比零领先 他零比零的时候 他认为他已经 二比零领先了 他一比零领先 认为已经赢三个了 他这种心里 王宝有的时候 就是他既是这种豪门气质 也是潜在的危险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你能不能够理解 他说优势心里太大 他没有小心 使得万年船的那股劲 包括国角 包括外援 都有这个劲 只是保力尼澳 可能还好点 是不是 剩下的都凭 一比零领先了 觉得也赢三四个了 结果八人打一个 又领先 觉得这球拿下 又被打一个 所以被绝杀 被绝平 这个赛季就不少 对不对 我说的没错吧 再有就是 精力不集中 为什么精力不集中 谁呀 你呀 接外球 不是任意球 你还来 哎呦 哎呦 丢了 为什么说呢 就是防定位球 其实是一个苦 就必须得认真 防定位球 因为 随时得这样 动作也多 玩也那么累 但是呢 一般大佬 就跟那个东南野球似的 让他传 我再 让他传 让他走 我站住 不再 就传这个 明白吗 为什么觉得 小毛孩 跑我这旁边 来回宫这绕 是吧 你要精进到 要是在 在恒大这几个 裹脚后卫身边 绕来绕去 恒大裹脚都不夹 他们 谁在这 干啥呢 没事在这 绕来绕去 干啥呀 争顶啊 多高啊 这就是 这就是恒大 这个呢 不是错误 人有 都是这样 世人都飘 真的 有钱没钱 有事没事 是吧 哪怕有 有点什么 你打牌 摸了摸了四个二 俩王 你都会飘 对不对 最后八 完了还被人 被人跑了 这都有可能 每个人生活当中 都有这样 只不就是 恒大的赢太多了 不大回事 定位球防守 一定是 一定是 这个 就是 精力不击重 认为没事 侥幸心理 没事 过来我卡他就行了 结果八 被人给卡了 这后插上 我跟你一下 不就完了吗 你还能怎么着 就像我跟丁杰似的 是吧 我跟我丁杰 丁杰后插上 职业的 我告诉你 后插上 打业余的 或者是 就打职业打职业的 后插上 都是最难防的 为什么 因为跟后插上 你不仅你要意识 你还得有这份辛苦 有的人就不跟了 我跟你干嘛呀 反正他跑那边 那更 也不是我的位置 他到中后位置上顶了 丢球也 他们的 一这样一想 一怠慢 就完了 今天 高拉特 后插上 没人跟 帕托 后插上 没人跟 对不对 王永珀 一个帕托的 一个直线的 一个配合 王永珀 上去之后一传 高拉特 没跟 这都是属于什么呢 侥幸心理 这球可能传后点 就没想到 帕托跟王永珀 哥俩玩一串 对吧 假的 脚弯的一抖 本来就45度炸 最后变成一个直线炸 王永珀 内脚没射门 我就想问一下李皮 Mr.李皮 你见多识广 你直教过无数 欧洲豪门 南美 什么国角 在这 你所有这些牛逼的 球星的里面 有多少个人 在那一刻 不打门 而是半转身 回敲门前 你说不出来十个 李皮先生 你说不出来十个 而在中国 最多两三个 能够在这个 这个点上 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能张锡哲 算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 另一个就是王永珀 但是这样的队员 你不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 你是不是又跟王永珀 王永珀没跟我 租小将捐款 无垒捐的 无垒捐的 王永珀没捐 所以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跟王永珀怎么着认识 或者怎么样 我就我就问 就今天这个 咱们你要是懂球 你要是懂球 我就问你在那一刻 能跑出来 并且那个侧身来 能把那脚 不打门 能忍住不射 起来穿着衣服 走了 就是这样的人 你说 难道不是 一个 值得信任的人吗 好吗 然后咱们就接着往下说 这后背说完了 那么也就是说 参加了中国杯的队员当中 谁没入选呢 你听好了 记住 冯小婷 李学鹏 黄博文 告礼 于汉超 五个恒大的 这次 没有入选 然后 两个上岗的 贺冠 蔡卉康 没有入选 贺冠 蔡卉康 没有入选 然后就是江志鹏 没有入选 薅俊敏 于德宝 彭新利 没有入选 彭新利 那就算了 对吧 本身 资业比较浅 于德宝 他确实没法入选了 您的球都没踢上 怎么踢呀 你说是不是 薅俊敏 我说了 可能是输给了 朴城 或者是吃中国 江志鹏 甭说了 是吧 伺候位体系 确实比 来了也很难 他信任你去打 贺冠 那有时候踢着 有时候蒙 还是相对不是 有毛草 比较毛草 蔡伟康 从防守型的 这个前卫来讲 兢兢业业 但是什么 腰太粗了 那他培养 培养谁呀 培养何超呗 是不是 冯小婷 我就不说了 李学鹏 李学鹏 今天那脚球 所划出那个弧线 那可是世界级的 李学鹏 就今天助攻 高拉特那个脚球 为什么最后 刘一鸣 什么全静元 全都被晃了 那个球 那个弧线走的 真的 确实 罗伯特卡洛斯 我说的有问题吗 罗伯特卡洛斯的感觉 就那个小球 但是我要想说 我跟李新姐说的时候 我也说过李学鹏 李学鹏 上一辈 叔叔或者父母 都是搞运动的 所以他遗传基因特别好 他的速度 耐力 灵活性 灵米性 对吧 踢球那感觉 当年在攻体 18还不是19 打一场比赛 大连失德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博客 那时候都没有微博 我就说李学鹏将来是国家队的球 那这得是资深车友 才能给我证明 不资深的人老认为我在吹牛 我愿意再重复一遍我的格言 我叫董璐 我从来不吹牛逼 你认为我吹过的牛逼 有一半已经实现了 还有一半即将实现 这就是我 好吗 那么李学鹏 没了 黄沫文 那么海然黄沫文 他需要状态的调整 另外一个呢 可能年龄到这个 这个点上呢 踏踏实实在俱乐部 再踢一个两三年 我认为 我认为还是挺明智 这个因为该拼的也拼了 没黄沫文 四十强赛可能都出不来 告林 告林呢 我想说的呢 告林的球伤 确实是很高 但是呢 你要说大家怀疑 你在国家队不出力呢 这好像有点啊 空口无凭 或者有点啊 推测 但是 有的时候 确确实实 也可能是环境改变了 还是怎么样 那么告林在 国家队的发挥 确实不如在恒大 但是你得那么想 告林在恒大的时候 身边是谁呀 哎 高拉特 保里尼奥 政治 阿兰 所以他 他活跃 你说乌磊 怎么踢的不如在上岗啊 他在上岗身边谁呀 浩克 奥斯卡 阿哈 卖多福 阿尔克森 这哥几个你说 塌塌 一弄 那你说跟身边的 大宝 余大宝 算我不说了 这得罪人吧 那就还是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 菊生淮南 环境 对于一个 一个事物的这种 绽放发挥 那确实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说我拿一把急的 给刘欢伴奏 刘欢唱 也唱不出什么玩意儿来 但你一交响乐队 交响乐团 是吧 鸟巢 舞台一升降 追光一打 哇 那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还确实是 确实是不一样 你就只有我 我是在家里边也好 酒店 卫生间 当天我就在 龙湖温泉酒店的 二楼的一个 一个酒店房间的 一个卫生间里边 打字 坐在马桶上 写了大概 两三百万字的 稿子 为什么我能记住 能写了两三百万字呢 是因为我挣了 二三十万个稿费 签字一百 所以黄建墙那书里边 写我是马桶写手 对 我就在那个 就在那 我就能够 我就能写出 那么多可歌可泣的 有关中国足球的文章 所以我一认为 中国足球臭 是因为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他妈是在 洗手间里边写的 那么那位说了 你为什么非得在 洗手间里写 很简单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屋子里边都是哥们 聊天 抽烟 看电视 耍 我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 那个时候的电脑 热呀 我只有说 在洗手间那个 大理石台子上 拿毛巾 接点凉水 铺上 再弄块塑料布 再把这电脑 这么厚的电脑 放在那上面 才能够 他不死鸡 明白吗 这都是 刀根火重出来的 真的挺不容易的 有人说你现在可以 你这个那哥的 大哥我吃苦的时候 你们都在躺着呢 你们都在沙发上 躺着呢 明白吗 或者说你们都在 你妈的怀抱里边 在那吃奶呢 我那时候已经在那 很辛苦的在工作了 多少年如一日 谁也没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这只能干我们自己 这哥们歌中都唱到了 瓦里瓦松的人们 是吧 是热爱生活的人 是吧 所以你 你就一定得 吃多少苦 那你才能为人上人 当然我愿意 我也没有为人上人啊 但都很正常 然后在后腰位置上呢 有政治 持中国 何超 政治呢 是我认为呢 从李皮的角度来讲 他确实得需要一个领袖 原来他认为 冯瑶婷能当这领袖 现在冯瑶婷 眼儿都没了 是吧 所以呢 他得需要一个更衣室的一个大佬 并且支持他 这个 李皮江湖人士 经历了那么多 他非常明白 必须得有一大佬 你要这个队里边没有政治 你想想谁当老大 谁 谁当老大 说曾成说我当老大 他可得了 你主力都不是 张林鹏说我不当老大 我张林鹏也不是那性格 对王大雷说我那 大雷说算了 没 咱们赢了照片 我站的最高的地方 咱们一块合影吧 是吧 无锡也不是那样的人 你说无锡是老大那样的人吗 当老大的吗 不是 伟师豪说 别动 稳 稳一下啊 兄弟 你这你这刚好一点 是吧 冷静 冷静冷静 黄紫川说我要不让我当老大 我这腿最 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明白吗 所以你赵群日 你别让他当老大 你让他当老大 他都给你 没准给你弄乱了 好吗 所以呢 需要一个政治 这样一个老大 然后何超 持中国 持中国这个赛季 单后腰打得真好 真的 他以前呢 可能是前腰 但是有很多呢 是潜力给开发出来了 我就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想象 有一天 在中国的职业赛场上 孙春熙踢后腰 你能想象吗 单后腰 你能想象吗 我跟他那个不成熟的爸爸 但是现在一夜成熟的爸爸 我说过 我说将来 如果我要是有机会 直叫职业队啊 非防二代三上的啊 我孙春熙打后腰 旁边放俩大铲子 啊 但是前提是 你儿子必须得学会 第一 长船 啊 你别你始终吃奶的劲 结果船15米 那不行 必须给我打出长船来 这第一 第二一个 能跑 哈维可不是光有技术 伊尼斯塔可不是光有技术 一场一万二 那是 你的儿子能不能跑 这 最后一个 能不能解决 跟人的问题 后插上 你跟住他 解决这三个问题 好吗 孙春熙只要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第一 能跑 不是 第一 能长船 用球 球一脚长船 你的腿就变长了 能跑 能跑就是你覆盖面积的 坎特也不高 这个皮尔洛也不高 对不对 更别说脚提搁 再有一个 就是跟住后插上 哎 你要能跟住 我从九岁 他还没满九岁 我从你八岁开始 我就教你跟住后插上 你将来就这个技能 你就凭借这一个技能 你就在中国球员当中 你就可以立足 因为中国球员跟后插上 能力意识基本为零 所以很多后插上 塔尔德利踢球 为什么老在后边 因为他知道 他传传的 巴往前一走 他嘎往前走 没人来 啊 王祖兰的弟弟没祖兰 真的 我就从八岁开始 我就培养孙生熙 你打前卫 中前卫 你就给我跟人 凡是后插上 你就给我跟死他 贴死他 好吗 挂在他脖子上 我这 我这小将 我一会不用聊了 我老是夹序夹义的 夹序夹义 然后呢 他这个中场 如果是双后腰 那么政治可以打 何超可以打 持中国可以打 无锡也可以打 如果是这样的类型 这样类型 那么单后腰 政治可以打 持中国可以打 何超也可以打 至于说 支数系的两个 那么无锡可以 有后插上能力 范晓东可以左边 然后这个赵旭日可以 还有就是朴城可以 所以他中场这个配置呢 是七个人打三个位置 基本上啊 如果是四三三的话 如果是四三三 那么像这个阵容有可能 因为他打 李皮啊 他打约旦 打泰国 他不可能用双后腰 他不可能用双后腰 因为这俩队 你想李皮 跟威尔士都敢攻 对不对 就死的惨点 没关系 但是他一看 因为气 气质不能丢 你说打一约旦 你弄一双腰 李皮说这事要传到 欧洲 欧洲主流世界 怎么看我 对不对 乡亲们怎么看 所以呢 肯定是这个 这样的四三三的 所以 刚才我说了 这七个人 弄三个位置 弄三个位置 然后两个边路呢 右边谁啊 谭龙 他留谭龙 亚太三个火脚都留下来了 因为这三个仨 都比较踏实 亚太你看啊 谭龙 范晓东 何朝 就看上去呢 汉子 都能拼 都能拼 另外一个呢 来这儿啊 根底也不深 也不拉帮结派 也没有什么根 也没有挑事闹事的资本 更没有说 不不屑于国小资格的这个能力 都没有 说这根几个就属于什么呢 就属于 我可以话不跟你说 但是上去去过玩命 他能确保 所以呢 谭龙右边 黄子昌 黄子昌进国家队 这个水道渠成 而且呢 他得感谢那熊大 因为熊大之前的 这个卡佩罗呀 把黄子昌当做一个牺牲品 顶在最前面 瞎芝麻抢 把体能耗干了 为的谁呢 为后边的特杰拉呀 什么的 也做掩护 但是呢 这个 什么 什么奥拉 尤拉 罗拉 我到现在没有 我也没记住他的名字 熊大吧 熊大来了之后 创造性的把黄子昌 就踢前锋的 给踢到右边前卫 马上不一样 立马就使出了 这个 这个 游文图斯那个 曼珠基奇的感觉 假的右 右边 假的右边 无巧不成书 谭龙也是假边锋 等于说这哥俩 都是假的 可能我看了一个 假的任务 但是左边呢 你看没有 他配的谁呀 韦世豪 陈彬彬 不是刘彬彬 陈彬彬 稍等一会儿啊 休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啊 然后呢 对吧 他 他右边呢 是两个假边锋 等于说呢 实际上是第三攻击点 啊 那么他主攻左路 左路 两个年轻的 一个叫 陈彬彬 一个叫韦世豪 这俩人呢 这陈彬彬的 这小左脚踢球啊 他左脚踢左边前 他确实技术意识可以 啊 小左脚的传宗 我估计给李皮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韦世豪呢 是内切 等于说呀 当年李皮选曹云定 并且在很关键的比赛 把曹云定弄上去 曹云定也完成了一次 内切打门 差点就就就就就 赢了 跟跟谁来着 跟跟卡大尔 跟伊朗还忘了 那么呢 韦世豪可以啊 内切啊 左路内切 然后 找右边黄紫昌 或者谭龙 刘彬 陈彬彬呢 是左路乒乓下底 啊 左脚一勾 哎 找中间的队友 所以 左边路的这俩人呢 哎 选的还是可以的 啊 然后中锋 一个萧志 一个吴磊 从现在开始 之前我不管了 任何一个主教练 有没有水平 我就看他把吴磊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放在边上 我认为水平一般 啊 如果放在中锋位置上 我认为可以 就对球员的认知 可以 啊 如果放在后卫 那是一个傻子 哈哈哈哈 是吧 吴磊现在应该是中锋 应该是中锋 啊 他吴磊 他那个 那中锋 那 他没有那身高 块头 那 那怎么 中国队 只有防守反击一条道 什么时候上萧志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 就是什么时候快死了 就是等死不住 作死的时候 上萧志 啊 我这个不是说 萧志没有作用 而是说 整体来讲 萧志上去 他要没有广州复利的那样的 攻击力 那种不断的传中的支撑 萧志在上面 其实很累的 就是上去就想下来 但是因为某种负担 不行 还坚持 因为他拿不到多少球 但是无垒不一样 无垒不一样 速度 跑位 浪费撒机会把握住一个 也行 也不是不行 巴斯腾在一甲 一共打丢了 一个赛季 打丢了58个单刀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们一甲记者联盟 最后出的数据 世界足球先生 范巴斯腾 一个赛季的一甲 34轮 打丢了58个单刀 那你说乌磊可能100多 那是 那你是世界足球先生啊 所以就像足球小将的陈寒 陈寒第一天热身赛 打丢了四个单刀 当时有人说了 这状态不行 我说不 我说打富力 首发还是他 为什么 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第一 他打丢的单刀 都他妈是他跑出来的 不是别人给他的 是他自己跑出来的 他打丢了 是因为他先拥有了 说我对不起 我把我钱包丢了 你丢了 你是不是得先有钱包啊 你没有钱包 你丢什么钱包啊 你只能丢人 是不是 丢钱的都是得先有钱 我说第二个 按照玄学 他打丢那么多单刀 是不是也该进一个了 后来发现玄学 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没有硬件 他还是没进球 但是表现很好 表现很好 所以这就是这个国家队名单 分析到这可以吗 觉得可以吗 那么如果要我首发 咱们揣摩一下李皮大爷 严俊玲 张临鹏 刘一鸣 左边弄个鱼海 右边邓寒文 中间政治 试试朴城和赵俊日 然后呢 右边黄子昌 左边北日豪 中间吴磊 死亡三矮 三剑七汉 完事 弄那个 约旦泰国 给弄死完事 好吧 但是呢 这个实话讲呢 泰国不好提 泰国脚下铃 你有时候上太多大个儿 不行 跟泰国人玩 就得瓢城 吃中国这样的 明白吗 东北人可能跟泰国 踢也有点费劲 要不然你就找大个 萧志 那个时候 吴磊先放一放 先上萧志 上来就炸 炸泰国 有一年呢 米卢 打泰王碑 输给瑞典 然后又输给谁 反正 然后最后一场 对这个 对泰国 然后 比赛之前吧 在酒店大堂 我们那时候都随队 然后跟米卢 米卢问我 说 聊天 说 打泰国 你知道怎么打 我说 我不知道 他说 我说 他说 那意思就是 我们这么高 他们这么高 果不其然 那场五比零 叉叉 全是四十五度炸 张玉宁 当一个一比零 当一个二比零 当三比零 完事 打卡下班 走人 完了 好 这是国家队 行了吗 这么着 好吧 这个 如果你只关心 本土的什么 中超 国家队的 现在这人可以睡觉了 再见 好吧 我也聊到这 免费车 到此为止 不聊了 接下来我要聊足小将 凡人说喜欢足小将的 你就留下来 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 换场 好吗 对足小将一点不感兴趣的 可以现在洗洗睡了 好吧 这个夜晚 反正你也听到了 是吧 你乐也减了 有些有些事呢 反正也说清楚了 是不是 你要说喜欢足小将的 你就稍安勿躁 好吧 我看有多少人下车 一会儿告诉我一声 现在多少人 还行 今天聊得还行吧 算敬业吧 我是比较有 我是比较有职业操守的 甭管有钱没钱 现在龙珠说球也没钱 现在 但是我能说我也说 我也反正尽全力说 但是就比较随性 比较随性 是不是聊得还行吗 行下了吧 明天还上课呢 没关系 好吗 然后至于说金镜道 为什么没进国家队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 金镜道确实表现的比较出色 但是呢 金镜道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认识和了解 这个教练的俱乐部敢用 国家队这个层面呢 一上来就用啊 他还是有点含糊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有点含糊 另外一个呢 我认为呢 可能金镜道如果说突然之间 进了国家队这个体系里边 他面临着一个他打什么位置 他打什么位置 你说要打边呢 韦豪黄子昌 肯定要比他的冲击力要强 对不对 你说打中间呢 他又没打过单后腰 他打前面这个两个呢 你说赵旭日跟他这身板 或者是朴城 可能他认为 传接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讲 可能朴城更好一些 对不对 如果朴城也能跑 或者是黄子昌也能跑 就是如果金镜道的跑 在李皮看来 不足以成为 立足国家队的优势的话 那么剩下的 可能他要看一些的搭配 组合或者是特点 所以这个我们也能 就算能理解 就我非常理解 尤其山东球迷啊 你们就是反正 骂的时候反正往死里骂 反正吹的时候往死里吹 这我都理解 好不好 就是现在骂 现在捧我呢 其实当年都是骂我的 我都知道 但是呢 我客观分析 我欣赏劲道 但是你要说 我要是国家队主练 我会不会掉他 我说句老实话 我也会存在一定的 野优 就是可能会来 但你让我让他上场 我说句老实话 你现在支持金镜道的 很多的鲁能球迷 你回忆一下 你过去 你有没有过某一个阶段 认为金镜道根本就踢不了球 有没有 如果有 你告诉我打六 好吗 也有吧 好 好了 好了 不说了啊 咱们回头再聊 好吗 咱们说说足小将 足小将呢 现在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难就难 但是这样 就对于一些人来讲 你输多了 不行 为什么 太差 你呢 输少了 不行 还是输 你赢少了 他认为 你是侥幸 没什么优势 你赢多了 他认为你虐赛 就是很难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没有别的办法 你要说是 有人说 最开始呢 是不服 说你足小将 什么玩意儿 你这 没证吧 那天天就这样 那个的 你这 我弄死你 后来发现呢 弄不死我们 都被我们弄死了 然后又开始就变了 就说 那你赢 你算什么呀 你都是找全国最好的 大哥 全国最好的 我不信 我不信 福利那18号 我认为 来足小将 就能够综合能力 能排到前五 那也是非常好的队员 重庆 士康 据说人人都在 梁军号之上 个人能力 一个阵容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足球业内人士说的 说看了重庆士康 也就是说 重庆府人的 低年龄段 悠久的队伍 看完之后 我觉得随便打最右小将 因为什么 因为场上的 重庆的这些孩子的 个人能力 人人都在梁军号之上 连东北路 你不是特别牛逼吗 你不是都说过吗 对不对 包括鲁能足校的 09的 恒大足校09 你们都特别都说过吗 就好多好多好多元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们一赢了 你就说我们队好 我们一输了 教练不行 大哥不能这么聊 这么聊的话 我压力蛮大的 好吗 我压力蛮大的 然后 阳修 都是地方教练的功劳 我从来没否认过 地方教练 母队教练 对这些孩子培养的 重要作用 我从来都没否认 我从来都没否认 一定是 但是 足球小将这个平台 给予这些孩子提高和帮助 你们不清楚 谁清楚呢 孩子小可能也不见得能知道 家长最清楚 因为家长天跟着好几年了 跟着孩子一点点成长 足球小将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足球小将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足球小将给这些孩子赋予的 到底是什么 谁他妈说了都不算 我说了都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你连毛都没摸着 谁说了算 家长说了算 只有家长说了算 因为第一 他们集中关注的 是我的孩子来到这里 我花不花钱 我单说 我没花钱 是的 但是没花钱 这我也不愿意去 对吧 有的电影 不花钱让你去看 你看见吗 你也不去看见 有的地方 不花钱请你去旅游 你去吗 我也不去 你去吗 你也不去 所以只有家长 对足球小将的评价是最真实和客观的 别人都扯淡 你甭管你是清讯的还是足鞋的 你还是这个那个球迷 你还是你这个 你评价足球小将 你没有这资格 你评价可以 但是你第一没这个资格 第二 你评价也不准 为什么你老打脸 你没看懂 对吧 你都没看懂 你评价的一个电影 来了 云图 你都没看懂 你还写影评 大哥 你没扯王八蛋的吗 你说是不是 你没看懂 这个不愿你 因为什么 这个事物太新鲜了 这里边的道理太深奥了 你看不懂是正常的 但是你瞎资么评论 是不对的 你要对得起我们付出的心血 你也要尊重各观的事实 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给各位建议 你呢 别着急 你说你想黑中国族小将 你不要着急 你等有一天 有的家长站出来了 你再跟着一块 那就 就齐活了 哎 你等 你有时候你着急了 反而不对 你着急了 家长都觉得挺好 对吧 我愿意给你念一念 好吗 我现在可以给你念一个 一个家长 在广州结 这个结束之后 哦 我给你念一念 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引去 董老师你好 感谢你给了小某很多机会 能够进入小将这个光荣的集体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荣光 我孩子有特点 但不足也很突出 我们也会继续在您和学校的教练的指导和训练下勤奋苦练争取稳步提高 我们非常感动和感谢董老师对中国足球轻训的执着和倾注 感激之情易于言表 您也是大小明白的父亲 可您把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在球队这帮孩子上 教他们做好人 学好习 踢好球 作为家长 我们换位思考 您真的不容易 您的确在为中国足球的轻训模式探索一条新途径 也给中国足球官方和职业轻训一种新的启示和思路 中国足球轻训体系的确需要根本的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说 作为一个没有正的教练 一个没有长期磨合的球队 却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 中国足球确实需要一定的思考 您在更衣室里的一段视频 我相信任何一个小将家长 任何一个真正热爱和支持中国足球的中国人 都会感动 至少我的眼眶湿润了 您第一次看到我儿子 您指出了他是踢球的可塑性和努力方向 第二次您指导他提高背身拿球转身 以及突破分球的能力 一针见血非常有针对性 不论网评如何 我上次跟一姐交流过 就是我们那个队伍啊 大姐 不管再苦再难 不管人和人说什么 我都祝愿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我们作为家长一定会坚定的支持您 也希望您多保重家庭幸福 如果再有机会来我这个城市 我们一定会真心接待 真心交流 希望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晚安 你说 说客气的话 恭维的话 不会说这么长 真的 我也恭维过 我也客气过 我也走过形式 我知道 我写不了这么长 除非 这个 莎士比亚文学班毕业的 所以呢 我只是想说 我从来没认为 我们的中国族小将 可以代替精绪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抹杀过 他们母队教练的功劳 功力 当比赛赢了 我首先南京鼓楼的蒋志导 我是感谢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 我交流 我们交流 我制作了很多小视频 动画 我发给他 我说蒋志导 麻烦您这几天 能不能够让孔定荣 小豹或者陈寒 小戴 练一练这样的一个套路 战术 在场上这么打 他说没问题 甚至蒋志导 马上给我画了一个图 问我是不是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我说是 非常对 我马上感谢了 连云港的赵教练 所以这次他也来到广州 即使他很年轻 即使他很尊重我 比完赛之后 我感谢的是他 包括 邝赵雷的教练张志导 我第二天滞留在广州 到了下午 非常热 我跟那个领队班底说 我说走咱俩打车 去东山体校 我们干嘛 如果我们是看 邝赵雷训练吗 邝赵雷训练 我还用看吗 我去当面感谢 张志导 也就是东山体校的 张教练 让邝赵雷能够来 小将 并且训练当中 给予邝赵雷的帮助和支持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但是 我仍然想说 中国组组小将 是一个大的熔炉 我越来越 相信 我当时的判断 我当时的判断 就是中国组组小将 他一定能够 首先让进入组组小将的 这些孩子 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成长和提高 我先确保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 你不能把他们当做小白鼠 你不能把他们当做你的试验田 你要让他们得到 实打实的进步和提高 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没有这个 扯别的都是王八蛋 家里边 都已经乱成一场麻了 你让他强调他的集体主义精神 强调他的事业心是不可能的 第二一点 我坚持认为 组组小将模式 是中国清训的一个有机的补充 因为中国清训已经这么多年 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有时候换汤不换药 最重要的是个体的 孩子在接受新鲜事物和新鲜足球理念的过程当中 某一种视野的开阔心智的启迪 这些非常重要 而恰恰这是没有系统做过的一件事情 再有 你无论是塞尔维亚的教练 西班牙的教练 日本的教练 没有 我能够目所能及的 包括专业的 足校的教练 没有 几乎没有人 能够像中国足足小将 整个教练组 和保障体系这样 对于每一个孩子的关心和关爱到无微不至 这一点去问家长 无论是生活上 训练上 还是思想上 还是情绪上 还是成长 包括学习 今天晚上我仍然在跟邝赵雷发 发 发语音 因为他爸爸告诉我 最近 除了英语之外 提起别的学习 好像有点为难情绪 我就跟邝赵雷说 期末考试 不考到前三名 没有奖 没有奖品 邝赵雷马上 董老师 那我得拿多少分才行 干会放 好吗 我说你必须得有进步 他问我 他说 小奶音 董老师 那进步得考多少分以上才行 我说了 全班前三 一班一班 全班第三 然后他爸爸马上给我留 吃完饭去补习班了 所以 不要认为我们是拿孩子来当赚钱的工具 不要认为我们只是拿孩子当试验品 不是 不要认为我们来这只是让孩子去踢球 不是 不是 去看看眼神 没有 谁也不是演员 周围的摄影师拍的时候 没有 我不知道他们在拍 去看一看 我看这些孩子的眼神 去看一看 眼睛 心灵之窗 是不会骗人的 我他妈演技再好 我不会坚持那么长时间 对每一个孩子是那样 所以 我可以骄傲 而且牛逼的说 中国所有小将 给予这些孩子 真正的关心和爱 这种交流 这种鼓励 这种 有问题的去疏导 这些东西 是绝大多数 现有清训体系 很难做到的 可能他是一个很好的教练 也是很好的老师 但是 在这方面的工作 他毕竟 可能一个人 也有限 另外一个可能思路也未见得能够到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能带完孩子训练都已经七八点了 就赶紧就刺散而去了 而我们恰恰可能 哪怕我们集中的时间短 但是相对 相对时间比较集中 我们可以跟孩子这么交流 即便是在那儿系鞋带 我们的助理教练 给孩子系鞋带 并不是孩子不想系 是因为他有点系不好 系不好 到比赛当中 鞋带一开 反而对比赛有影响 这是中国足球小将 所以那些喷子 黑子 不服的人 没有用 你说你说你何必呢 你说对不对 我们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 我们不是说 就拿这些孩子怎么着 我们要是就拿这些孩子怎么着 我们还办比赛干嘛呀 投入那么大 中国足球小将 灌悠久冠军杯 十个赛区 今天原来说武汉赛区 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今天专门派人领队去了武汉 跟武汉足协友好沟通 武汉足协说 我帮助你们裁判我们出 逐渐逐渐的 大家都认可 我们是在做事情 我们不是在搞事情 是吧 当然我很欣慰 我们经历了去年还算不错的一个上升趋势 然后呢 在英国 遭受了一定的打击 但是我仍然现在 你现在问我 我们去英国和狼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我仍然告诉你是4比6 不是0比5 那你说那0比5怎么打出来 我已经说了无数次 我不想再说了 你愿意信就信 你要不信就拉倒 但是不得不说 我们在对手面前 确实找到了我们的差距 而这个差距 说句实在话 你要一定把这个责任 加在我身上 我也扛不起 这是中国这么多年 整个清训 所能够存在的问题 包括中国足球 文化的差异 方方面面 然后回来打了 看 打了这个河北华西湖杯 然后我们又 五一 五一呢 又打了一些 这个08的队 对吧 互有胜负 但是输的多一些 因为08的队 当时呢 也确实是 有一些队员状态 不是很好 但是逐渐逐渐 调整到这一次 到广州站 真的是可以 首先来讲 你就说 这次的15队员 如果你了解 组小将 这16个队员 几乎 人人都有进步 就相比于 无论是英国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说 这个河北华 幸福杯 都有进步 门将 王永斌 可以吧 郭 郭 省臣 这郭省臣 一度可能被认为 没有能力 再组小将了 但是上去之后 表现得很不错 梁军号 两脚射门 都被他扑出去了 是吧 而且还有两次出击 然后李显文 李显文 很多没有说 如果打狼的时候 李显文是 这次在广州的状态 我们至于输狼 我们2比0领先 最后我们4比6输 我们至于 当然也不是李显文 一个人的问题 包括孔零容 也在提高状态 那脚突破 一脚远射 霸气十足 回来了 曾经有余度 进入瓶颈期 因为孩子成长 总要遇到瓶颈期 是吧 西西 还用说吗 西西 西西 那么小的身体 现在进步很大 关键是有信心 之前 上场之前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上去 你不要像 那些 邝圣雷他们 那么踢球 因为你没有那么快 但是你有特长 你技术比他们都好 你拿着球 赶空 赶过 把球分出去 然后接应到门前 就完了 你没问题 这么上去帮帮两个 是吧 魏子轩 越来越稳健 原来还黏球 这次不黏了 虽然也有一两个小的失误 但是基本的表现非常稳定 杜重锋 头一天热身赛还有点含糊 为什么他教练来了 当天晚上我们开会 我就跟那个赵教练说 我说赵教练 就给您一个任务 让小毛和小杜 给我放松下来 因为你在这 他们紧张 我都看出来了 热身赛的时候 他们俩一有失误 马上看 看他 看这教练 平常带他们的教练 完了 我说你想尽一切办法 你要预算 我都给你拨 你说吧 怎么办 他说没问题 我有方法 第二天 做完疏通工作之后 两个小伙子上去 马上就不一样 李博言 李博言五人志八人志 确实有一点困难 他身体现在长得 不如别人长那么快 他原来他运动能力很强的 但是他现在不是弱了 而是别人也变强了 但是现在他改变的踢法 给他改一个位置 不让他打边后位了 在中场反而 他的前叉 又进球了 对不对 又进球了 在这个五一的邀请赛 他就 就就就开始进球 鲍瑞阳 鲍瑞阳啊 我们这次 他爸爸也不怎么听说 说我们可能只带十二个人去 然后听说可能不带他去了 他爸爸已经跟鲍瑞阳 做好了很多的 安抚工作 说没有关系 说这次没去也没关系 咱们好好练 但是后来 我说鲍瑞阳踢的不错 在这个 都带着 结果这次鲍瑞阳上去 怎么样 那小球空呢 也有机会破门呢 还有船中 小脚法 那船中比百分之七十的 中超球员船子都准 还有一张 还有突破 两三个人围着他 都能宅出去 陈寒 对吧 陈寒 我说原来说 谁像吴磊 后来发现 队里边最像吴磊的是陈寒 陈寒的头三部 像子弹一样 那个加速度 而且他越来越自信 但是虽然可能错过一些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时间 抠的那么细 暑假 我说了 暑假 我说了 孩子都来 家长想来也来 但是暑假 必须得集训 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暑假 我必须得集训 确保时间 我挨个细抠 对不对 我挨个细抠 陈寒 我就 我请教练 对不对 我请那个女足的张言张志导来 她是女足前锋 林门一脚 那是特长 来 你请您来教陈寒 把林门一脚解决了 原来五个机会把握住一个 交完之后五个机会能把握住他 这不就齐了 是不是 江景旗 江景旗 22号 江景旗是球忙变时机 是中国足小将的球忙识别器 有人说他没有矿照雷那么显文那么重大 或者是谁 江景旗对于这个队伍作用非常大 你知道1994年巴西国家队能夺冠 最牛逼最重要的人是谁吗 告诉我 1994年美国世界杯冠军是巴西 最重要的球员是谁 有人说贝贝突啊 邓家 说的对 2006年德国世界杯 是叫德国世界杯吗 还是1986年 1986年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冠军是谁啊 阿根廷 是吧 然后打的西德 知道当时那支西德队里边谁的作用最大吗 啊 谁的作用最大 当时那支西德队 马特乌斯呢 贝格鲍尔呢 太老了 这个可能一般人还真打不出来 但我说出这个名字来 可能你会知道 布雷我左后背那不是 叫布赫瓦尔德 记着吗 布赫瓦尔德 是一个防守的后腰 他的作用是整个队伍当中是决定性的 而江景旗在左小将可以讲就是这样的作用 换句话说 李显文的后场 江景旗的中场 邝赵雷的前场 是这个队的中 就是叫做什么呢 叫中轴 作用非常大 作用非常大 但是江景旗呢 也有他的弱点 他基本功比较差 因为以前呢 他这个外教带着的 他不讲究这个基本功 外教有时候说 你拿脚跟脚趾头脚斗 脚底都没关系 你只要把球传到了就行 所以呢 造成的基本功比较差 我们在这个之前打这个08的时候也是 有一个球徒就是 黄宇超一勾给他 他一停 这球应该一停一停 停了王仁超那么远 王仁人一断 打一反击 净 但是江景旗很努力 原来他是北京市小学组的科比 科比是前锋吧 那时 或者叫邓 郭艾伦 北京市小学生郭艾伦 你问问是谁 江景旗 你能想象有一天江景旗 进了国家队 打后腰吗 国足 都在进步 包括 万象 当然万象呢 现在 就是 他呀 善于提顺风球 他反正确实 有时候 但是他逆境当中 关键比赛也进过球 你还在 在有一些比赛 但是总的来讲呢 他还是比较善于打 打这个顺风球 一会儿万象的事我再说啊 然后呢 每一个队员都在进步 还有谁没说到 还有谁没说到 我最好都得说 我最好都得说 要不然 王子轩 王子轩 挺好 他爸爸给我就说了一句话 完事给我发微信 说谢谢董老师 说子轩 又找到了踢球的快乐 真的 我认为这句话就够了 虽然说不像刚才那位家长 写那么多 但是能让自己 孩子就找到了踢球的快乐 卧槽 这评价多高啊 这评价很高啊 非常高 就也可能他 那意思平常可能 有时候训练就变成一种机械的了 而加入了足小将之后 他突然间 他又找到了踢球那份快乐 这个对于一个孩子 尤其是有一定能力和天赋的孩子来讲 这种重新的点燃 是 或者是再加一把火的作用有多大 幽巴的陈浩南 那个门将 小孩 他爸爸说了 说如果要没有足小将 他说我可能儿子就不练了 为什么 他学习也挺不错 然后家境也挺好 然后也 也完了当地呢 反正也 也也没有什么那么特别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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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愿望 或者是有什么目标 但是因为有足小将 所以 他 这个 就浩南 就那个 幽巴那个门将 决定继续练下去 啊 决定 朱尼奥 对 我一会再说是幽巴的啊 总言之呢 这一次来的 这个 左小将的这些孩子 真的每一个人都在进步 所以我最后就变成了 后来我发现 可能只有三四个队员 相对来讲是 能力或者是不可 就是可能代替起来 会比较难一点 那么场上有一半的位置 我上谁 啊 就厂下的 坐着的人 我随便挑出四个来 他那也能够比较好的完成任务 他不会掉链子 包括男子勋 代佑哲 小代 对吧 小代 所以 这些孩子的提高 是根本 就别的 哪怕就是我退一步 退一万步 只要这些孩子都在提高 这个项目的存在就有意义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 原来我们说要推进武化 社会化 媒体化 规范化 规模化 市场化 说这些都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就没有实现 谁也没说什么东西 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呢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 只要能够做到 你在这儿过手的这十几二十个孩子 通过你都在提高 这就可以了 那还要怎么着啊 我就是一个学校 你来我这 我让你成绩提高了 那不就是好学校吗 那还有什么呢 说 我这学校的文化 我这建桥 我 我 我这个 我这个 牛津 我这哈佛什么的 我没关系 我这学校没那么有名 但是来我这的学生 出去就是进步 每一天都在成绩都在提高 那就是好学校 对于这些孩子和家长来讲 你说呢 那就意义就可以了 那还怎么着 你说呢 啊 所以 我这次最欣慰的 就是这些孩子经历了 英国 华雅幸福碑 和五一的这个队 十三天打了十一场比赛 十九个人 打了十一场比赛 强度非常大 对手非常强烦 经常高一个头半个头 我们不在乎输赢 但是孩子经历了这些之后 再跟同龄的体 就气质完全不一样 真的 我今天发了一个九十秒的 一个视频 虽然说我们热身赛那个对手 可能整体实力弱一点 但是在广州当地也是 很好的球队 但是即便对弱队 中国队打弱队 也没见得打这么流畅啊 黄马队赫罗那还输了呢 来万特不也赢巴萨了吗 对不对 你有的人就说 你这也不算什么 你得跟他们狼踢 你才能踢出这样的 大哥 行了 他们只是八九岁的孩子 我们只是两三个月 有个两三天训练 别要求那么高 大哥 我们是民间的 卧槽 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 可以了 真的 别要求那么高了 我们没法肩负 现在此时此刻肩负起 全中国足球的重任 我们小肩膀都是溜着的 我们扛不起 一度这几 这项目都是死的 我要不自己垫一百多万 这早就没了 什么他妈中国足球小将 就中国足球大将了 战将 给点鼓励宽容 不容易 对吧 我们输 你说他妈不行 对吧 我们赢 你又说又也不行 我操 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呢 大哥 你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出去 你让我们挑战强队 我们输了 你骂我们不行 我们他妈在国内赢了 你就说我们赢的也不对 我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呢 所以我只能说 这样的人 我理解你 你要不给别人挑点错 你活着还有意义吗 你要不酸点 吃不着葡萄呗 多酸呢 是吧 也可能你也有儿子 也好正好也领酒的 牛逼就来呀 我这没有关系 戴佑哲刚来就打首发 我跟他爸之前 连微信都没有 知道吗 这就是中国足球小将 你甭管你认不认识我 甭管我们熟悉不熟悉 甭管你进队时间长短 你有能力 你是块料 你对这个球队能有贡献 你就上场 这和传统的中国很多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吧 我觉得自己琢磨琢磨 这是不一样的吧 你在哪个单位 你在哪件事上 说你没有点关系 你没有点根 你不随点礼 送点礼 你不赔点酒 吃点饭 你能一下就打主力 疯了吧 这就是真正的 中国足球小将 欢迎你走进中国足球小将 我们是一个没有围栏 没有障碍的一个集体 我们在任何城市出现 你都会知道 任何时间地点 你都可以 有很多的球迷和网友 训完链走过来 跟我勾肩搭背 合影留念 跟孩子嬉笑打闹 一块玩耍 没有保安 没有什么拦着 别别别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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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嘛 装逼都得是 一堆人来了 吃眼色 助理 对不起 这么着 我没有 我在那 所有志愿者 来的人 说签名就签 合影就签 就合 多累 也得陪完最后一拨人 我希望你们走近 但是我也提醒你 你得做好准备 你来一次 真的你想 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集体 你就戒不掉了 现在你看南通的老代 就戒不掉了 这次又飞到广州 陪我们去了 戒不掉了 就觉得小象一有巡违赛 一有比赛 他就必须得来 就得看见这拨人 同住一个酒店 一块训练 一块交流 戒不掉 戒烟如你 还有一首歌 是吧 好了 我现在具体说一说 我这次非常低调 我实话讲 我非常感谢广州 富丽足球俱乐部 我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支俱乐部 未来是有希望 很务实 然后比赛今天晚上 张斌张 张总 对吧 还有他清训总监 应该是郭总 请我吃了沙锅粥 我们一块交流 虽然说刚刚有一场比赛结束 但是我们当时谈的更多的是中国的清训 是广州福利的阵型打法 中国职业俱乐部的发展建设 是这些 以及未来我们争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一起去做一些实施 我非常感谢广州福利俱乐部 因为有一些职业俱乐部 他不认为我们是正规军 他认为我们是野路子 但是他又不敢跟我们打 这能不能停 但是人家福利呢 没有 对吧 然后邀请我们去 而且这次 真的是得谢谢广州福利俱乐部 我们人员在广州的 包括租场地 两天大概就十几万 你要是光现在乐播 别说融了多少钱 这那大场地 我们现在租不起 真租不起 真的 保安就保安费就三万多 我们真的租不起 你别说有钱 我们一个月公司 就得花出去 二十多万 房租水电三四十万 你要说再来这个 我们九百万 哪够花呀 扛不到秋天 我们就凉了就已经 凉凉 一手凉凉 送给乐播足球 真的感谢广州福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认为这场比赛呢 可能这个比分 肯定不是双方 这个真实的实力差距 但是我说了 大比分的 落败一定是教练的责任 所以这是日本教练的责任 这不用说 我到哪我都会说 这是日本教练的责任 日本教练的 的确对这个比赛的认知 对这个中国足小将的 这种评 这种评估 以及呢 对于这个比赛的 这个认真的重视程度 确实不够 跟我们没法比 啊 我们 我说了 我对福利的这场 华夏幸福杯的录像 我一共看了16遍 啊 我一共看了16遍 然后 我我们的教练组 去分析 包括当天 头一天下午 福利这个队呢 有打着那个 什么福利星辰杯什么的 我派了两个赵教练 就是铁针和那个赵志导 就是连云港 那个 我说你们俩打个车 去看看 去现场看 大热的天 两个人去现场 看福利的比赛 回来跟我汇报 然后我们的针对性的训练 我到了当天晚上 我11点多到的 开会开到2点多 包一放下就开会 整个训练的安排 训练的部署 然后包括队员的位置 场上的情况 所有这些 连续三天晚上 2点多 包括库属下的训练 跟每一个孩子的交流 跟相关孩子的这种部署 所有这些 包括适应场地 适应气候 后 整个的这个 这个动员 包括视频 跟孩子 做准备 鼓舞斗志 我们是真的要把这场比赛 真的当做 每一次战斗 但是显然日本教练 在这方面呢 就差点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吧 我认为是个事故 所以我也能理解 因为我也输过球 我也能理解这份心情 所以我觉得呢 富丽的孩子 未来 他们有着美好的前景 因为富丽这个俱乐部 还是很务实 另外呢 这些孩子 孩子有特点 这些孩子还是有特点 只不过呢 我想说的是 第一 教练 没有给予这些孩子 更多的 除了所谓技术 之外的 其他方面的引导 缺少足够交流 这个也难 日本人跟 日本人 跟一八九岁中国孩子 能他们怎么交流呢 我都想象不出来 怎么交流呢 还得带个翻译 你一句我一句的 小孩 你说 你跟他说中国话 他都未见得 能够完全能理解 你说 他也没有这个文化的差异 然后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呢 我现在我也说 如果是这个日本交流代 我未来三年 我打他一次 我还能赢他一次 我不吹牛逼 我还能赢他 为什么呢 就是日本人 我说过 就是他有他的特长逼 我还能赢他 为什么呢 就是日本人 我说过 就是他有他的特长 我说过 就是他有他的特长 他也有他的短处 日本人的短处 集中在两点 第一点的 就是他瞧不起中国人 当然 你要说 意大利人 或者欧洲人 也瞧不起中国人 保家利亚人 都瞧不起中国人 就是他骨子里边 瞧不起你 你别跟他说在这 嘿 我也好 就能关照 没有 他心里是 你傻逼 你什么都不懂 你别闹了 你傻逼 我们日本人 踢球你 他干嘛 我们的日本女同大冠军了 我们他们天天 立世界背你 他妈也没证 你跟这扯忙 什么的 别 好了吗 那我刚才那段学了吗 就是日本人 实际上骨子里边 是瞧不起你的 那段 这看到了吗 看没看到 没没看到是吧 好啊 我说 我日本人呢 有两个特征 就是 就是第一呢 他瞧不起你 你别看他每次 其实他心里是这么说的 你别闹了 中国足球什么 别闹了 我们日本足球 女足得了世界冠军 然后我们他每年都进世界 别闹了 像你们中国足球 踢着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点没有技术 没有战术 你连证都没有 你别闹了 你差不多就得了 我真的 他是这样一个状态 他根本就瞧不起你 他瞧不起你 他就轻视嘛 日本人从来也不把自己当亚洲人 都是offer的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他又轴 日本人很轴 这个呢 就是有的时候用好了呢 他比方说他工匠精神 是吧 执着 这就是往好了走 但是呢 你过犹不及 他有可能呢 一下走偏了 走偏了之后呢 就是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说中国人的思维呢 还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不对 日本人就是 日本人 欧洲人的 英国人 就这样 中国人 跟那个天线宝宝似的 是吧 日本人 就这样 上这儿 好吧 明白了吧 所以他有两个弱点 这两个弱点 在这场比赛当中 就充分的显示 他瞧不起你 即使说在华幸福碑 他输你0比3 但他们他认为 他打得很好 他认为他们踢的是足球 我们踢的不是足球 所以呢 一看梁军浩 狼八成又过来了 后来又是主场 又在广州 是吧 然后 不重视 就是随随便便 那 另外一个呢 他走 他打船空 他认为呢 华幸福碑 他并方五四船呢 还不错 然后他认为呢 就是我们就得 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 我们船空 我们能捣死 中国狼小将 所以 富丽的家长 和孩子 你们不要 不要因此失去信心 从我内心角度来讲 我认为 广州富丽09梯队 是一支非常好的队伍 我越看 华幸福碑的录像 我越能够感受到 这支队伍 是非常具有 实力和特点的 然后 包括 因为你们 有一个主将 叫高指路 他没来 他的作用 基本上相当于 江景旗在 左小将的作用 实际上是中场 不可或缺的 就相当于是 恒大之于政治 另外呢 你们没有适应场地 孩子可能踢 踢这种比较标准的天然草 次数少 我们之前 练了两次 还打了两场比赛 所以呢 这块场地 孩子们短视线内 熟悉的程度 要高很多 再有呢 因为不重视 所以有一些 富丽的09队 当天还参加了 一到两场 学校的比赛 然后晚上又打 左小将 那么这个体能 是受到一定影响 当然还有一点 很关键 这一点 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们能够补上来 就是在经历大场面 这一块 我们的队员 一定要比富丽09 甚至比全国 各种专业梯队 职业梯队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经历的多 要不然我们 那好几百万 都怎么花的 那么好几百万 说句老实话 不就是大舞台吗 不就是让这些孩子 经历吗 去一趟英国 十六个人 花多少钱 啊 花多少钱 然后南京 从上海站 成都站 南京站 杭州站 是吧 这些比赛 打下来 花了多少钱 这些钱 平均摊在 每一个孩子身上 得大几十万 那么这大几十万 你们俱乐部花了吗 没花 那么花钱 总有花钱的收获 我花钱去整个容 我回来 我可能我还能 绣个蜜 什么 还 也不是很容易 是吧 所以这部分呢 是慢慢可以改 可以赶上来 因为广州福利 这样的俱乐部 一定会给你们 孩子 因为 就一定会给 孩子更多的 去见世面的机会 真的 我可以保证 要没有这件事呢 可能还 还提不到 意识日常 因为有了这件事 所以我相信 啊 坏事变好事 输球了 谁也不愿意 但是 对这些孩子的未来 一定是好事 一定是好事 相信我 好吧 相信我 而且我答应 广州福利 你什么时候约我 我什么时候还会来 就是你练好了 一定要把这个 球报了 我一定给你们机会 因为我知道 有一天 我一定会输给你们 因为我们 不是一个队 中国组小将 他是一个队伍 他又不是一个队伍 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我说的 这些内容里面 而不是一个队的输赢 真的 因为我们迟早会输 我们迟早会输 没有核练的队伍 怎么可能 你说都是大腕 可能吗 都是大腕 你认为我们现在 全国09的 最好都在我这 你现在想 愿意相信吗 不是 不是 你曾经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你除了矿照雷 你谁都瞧不起 你们 而你现在如果说输了 就说我们是全国最好的 你这不自己打脸吗 客观 好吗 一定客观 他们很优秀 但是我这个 中国组小将 并不是这个年龄段 中国最好的队员都在这 没有 有一半就算不错 他们可能都在 这前50个人里面 但是绝对不是前15个人最好的都在这 不是 真的不是 但是我这个组小将这个队的气氛这个氛围和这个平台 是加速了这些孩子的成长 这一点我承认 我承认 就是有可能你原来天赋这么高 他在这 但是因为有了足小将 他可以到这 甚至到这 这就是价值 这就是意义 所以我非常高兴的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各地的牛 特别牛的孩子 父母通过一些方式方法联系到我们 其实你联系我很容易 我那微博私信 你给发一天 可能我多了 我看不见 你多发几天 我能看见 另外一个 有一个叫班尼的 明白吗 但是我们领队 你去什么帅涛还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去找找他 他就负责收集所有 这个小莱族小将 视讯的孩子的资料 昨天 一个深圳 启德南美的 一个09年12月的 过人狂魔 我今天我看完之后 我 万象已经不在了 真的 万象就是过人什么的 什么 过人如麻什么的 在这个孩子面前 没了 这孩子过人 那是真的如麻 真的 我以前说 叫过这个如麻 那个如麻 都是说白了 都是有点虚情假意 直到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视频 那才叫真正的过人如麻 随心锁 真的 随心锁 边线这背身的 什么侧身的 什么三个人围着 两个人围着 庞若武 真的 当然 可能对手弱一点 我后来我想到 我曾经过过26个 7岁的孩子 我一个人 当时 启航 这个清训呢 开营的时候 我一个人对他们26个 我一个人把他们全给过了 开玩笑 另外呢 我也很开心呢 就是 U8的对待成长 朱尼奥 张安 张一驰 张灵 我能理解 你们对于U8的关注 可能 不会像对U9 因为U9这些孩子是第一批 并且他们确实性格个性 有很强烈的特点 包括踢球 另外一个 我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 来宣传他们 但是我从我内心角度来讲 我愿意相信 中国组小将U8 一年以后 论相对水平 不会低于U9 我相信 为什么 因为U9啊 最开始还属于 就是 打一枪 收点人 打一枪 收点人 是这一个状态 而且U9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900万 对不对 那么现在U8一起来 一起试 就已经开始 接近这样的平台 而且这些孩子的特点 也非常鲜明 只不过 我还没有完全开始 让他们 走入大家的内心 对吧 下一次就是 朱尼奥 我就得做个采访了 我得跟他聊一聊 对不对 张安 张临桐 张一驰 这些我都得跟他们聊一聊了 聊一聊 让大家了解了解 这些孩子呢 和这个U9啊 无缝链接 一去啊 就跟那个小兄弟 没有任何的什么大哥范啊 什么什么什么 很快就打成一片 所以呢 那个热身赛 我一看 可能领先比较多了 我直接就决定 把10的派上去 一个一个上 这个不是不尊重一手 而是说 他们的水平是够的 是可以打10的 是可以打09的 类似这样的 这个热身赛的 并不是说我们 不重视 不是 这些人 所以 足球归结 还是得靠小夏的球来说话 对吧 即使他们长得可能不见得像李显文那么漂亮 是吧 或者是命运不像万象那么多船 是吧 或者是 技术不见得像孙晨熙那么好 但是 他们一样拥有他们的特征 拥有他们的优势 而且我呢 也会极力的把这个10的队也得打造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传承下去 我们要传承 足球小将不能只是一批孩子 当然这批孩子我们也会送军送到大门口 扶上马送一程 最后不论什么时候走 是吧 是一年以后 半年以后 还是两年以后 我一定要善始善终 最后 说有一天 中国足球小将 09队 这个告历史 历史使命结束 那一天 我一定要 投入几十万 办一个大的场面 我要让他们漂漂亮亮的 最后一次 以中国足球小将的面目亮相 并且给这么长日子以来 给他们关心的这些叔叔阿姨一个交代 我要让他们登上最辉煌的舞台 那一天 我一定会 而不是说 走了就走了 或者怎么样 我那一天 哪怕梁君浩 梁达成 我都会请来 我都会请来 我要让他们 以最牛逼的方式 告别他们 童年的这样一段 与青春有关的燃烧的日子 不是青春 你童年 然后怎么办 我接着往下坐 我把我的热情 我的经历 再投入到接下来的这些孩子 一批一批的 也说你最后你能改变他们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能改变什么 你妈生了你 你改变了你家了吗 你也没改变 我也不求改变什么 我只求这些孩子将来能够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就行了 现在不就三个进梯队的吗 马上又有俩 五个了 那还怎么着啊 那你说这些孩子还能怎么着 那送那梯队了还怎么着 你非得让我给他送到黄马吗 也可能啊 是吧 人和人不一样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的人呢 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是营销 我们用孩子来作为一个营销 这件事情是这么理解 世界杯呢 严格意义上讲 也是国际足联的营销 对吧 那么中超呢 本身也是中国足协的营销 那没有办法 英超也是英国足总的营销 这个营销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淘宝也是马云的买卖 你说对不对 你说你上淘宝 你买东西不花钱啊 还是怎么着呢 春晚不也是 中央电视台也得投钱吗 他才能做出春晚了呀 你在大街上 你那么唱歌 你不是也得交两块钱吗 这个不能说是这样 只能说我们 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 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 和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对孩子有没有利 对中国清训的带动有没有 有 对乐伯足球的发展 有没有推动 有 对我个人的梦想和清华 有没有一个满足 有 完了 对一些球迷 愿意关注青少年的 这些球迷 有没有快感 看了之后 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收获 有 完了 那还怎么着呢 那你告诉我 还有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就是这样 是吧 好 万象啊 万象的身体不是很舒服 实话讲啊 就也可能呢 会最近期呢 会在北京呢 来来问问医生 对吧 当然也不严重啊 根本不影响什么东西啊 但是呢 身体确实是条件不是在最好 就身体状况 包括黄宇超 黄宇超也是 营养不是很 不是很 营养不良吧 相当于 对吧 反正医生说 暂时不建议做剧烈运动 所以黄宇超这次没有来 但是今天告诉我 吃饭吃得非常好 你听听 我这几天好好吃饭 我这几天好好吃饭 所以说句老实话 你能想象吗 你能想象我本身有俩女儿 然后你能想象我能跟孩子 在平常能有这样的沟通 你能想象吗 这就是心血 这就是成长 不是说来了 你过来到过踢球来 然后我怎么着 问题 不是 是吧 所以呢 本来呢 这次呢 就是带着曼相去呢 就说你先别踢了 因为医生也说先别 就是别太剧烈运动 但是呢 他反正想踢 本来呢 就是最后一场正赛 就不想让他踢了 但是我说 我之前跟他说的是 让他上两分钟 你们教练组 你们队员 我当队员说的 我说曼相 今天你就踢最后两分钟 甭管输赢 我最后肯定给你换时间 但是呢 那天呢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比赛呢 就失去什么悬念了 完了 看台上观众 那些车友呢 也觉得没什么事干 就喊没事 他没法喊下课 是吧 他没法喊下课 就喊万象 换万象 这一喊 我说老实话 恭敬不如从命 我非常感谢广州俱乐部 广州福利俱乐部 我也感谢那些支援者 我也感谢这些到场的观众 哪怕因为 由于有安保的问题 只能来个七八百人 但这些观众在看台上 大鼓 摇旗 呐喊 可能因为主机位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 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么既然说 大家开始喊 打好像下半场 十分钟就开始喊 我说这个 还有二十分钟 让万象上去 有点太早了 但是我一看 喊声越来越大 我一想 我 我做这个主 对吧 我说让万象 孙晨熙活动 最后可能踢了八分钟吧 踢了八分钟 他也迫不及待 因为后来可能 那个强度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胜负已定了 没有那么大强度 所以我也能够把握住 没问题 是吧 那你要是我 拼零八的 我肯定就不让他上了 就不让他上了 保护 保护孩子 然后呢 上去之后也是 也是做脸 对吧 上去先进一个 那个罚那个任意球 开始我喊鲍瑞扬 因为我实话讲 之前我不在更衣室 录了一个视频吗 我说小鲍 你离季球不远了 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 效率真高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 还记不记得 就我在更衣室 录了一个视频 我对这个小鲍说 我说 你离进球不远了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就想 我说 因为小鲍上去之后 有一个机会 我以为肯定进了 结果打偏了这么大 后来有个任意球 因为小鲍的任意球 还可以 因为当时李显文已经下场了 所以我就想了 那个视频 我想让他进个球 我让他进个球 等会儿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就正好吴教啊 当时因为吴教 为什么这次没有参与 因为吴教 现在已经在顺德 接了一个聚乐部 他没有时间 他一个礼拜 只有礼拜一休息 剩下的每天都得去 从广州到顺德 去带队 然后他赶来了之后呢 他就坐进去了教练席 然后他说 他这球让万象打吧 我一想 吴教都说了啊 我得尊重一下吴教 另外一个呢 我一想 万象可能也有 也有这一脚 我就喊 我说万象你打 我告诉你 鲍瑞扬 真的 人品人性 就我们小将里边的 这些孩子 人品人性 真的非常好 真的 人品人性 非常好 就说 为什么说 这个小将能够 能够相安无事啊 就是 从八九个月 无论是老的 新的 来的 大家都 都是团结一致 家长没有任何问题 孩子之间 没有任何矛盾问题 就因为这拨孩子的人性 非常好 我们都有过 八九岁 我在这准备要罚了 突然间喊 不让我罚了 你想想 要是你我 是不是得琢磨琢磨 这什么意思 这干嘛呀 这是 为什么不让我罚 干嘛呀 我不能 是吧 鲍瑞扬 二话没说 马上就 不像 因为教练喊嘛 万象法 马上就离开 让万象过来 而且 他马上就开始 进入到自己的 那个状态 罚任一球 他开始 做万象的掩护 而不是说 我本来 我可以打一脚 但是教练 非得让他打算了 我就在旁边一站 就完了 你打呗 你宁 你多能啊 你打呗 中国人不就这个B2吗 对不对 你厉害 你厉害 你弄呗 我不管 是吧 他没有 所以孩子的身上 有无数 值得我们大人 去反思的地方 啊 为什说 跟这些孩子在一起 你的心灵 都能得到净化 你忽然间觉得 你应该做得更好 才能对得起 那些天真 无邪的目光 和对于你的 那一份信任 你只有让自己 做得更好 付出的更多 才能对得起 这些孩子 因为他们真的是 把他们很多很多的信任 信仰 包括梦想 是寄托在我们身上 我们辜负不起 我们辜负不起 随便的哥们朋友 拉他们倒 爱怎么着怎么着 都是成人 爱怎么着 谁管谁呀 是吧 这个世界上 但是他们 就是我在他们心目当中 就真的是他们足球梦想的 非常大的一份动力和支持 他们有底 我在他们有底 所以鲍瑞扬 开始晃 对吧 然后万象射的时候 他打一朵 晃着门将 然后这球打 蹭一下劲 就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眼睛去发现 发现这些孩子身上 那些真正的能够直击心灵的 看上去不经意的一些言行 反而是人世间是最美丽的 赢也就一时 恒大赢了七年 今天也输了 输赢都会到来 当然如果可能 我当然愿意赢下去 但是也有难度 不过正因为有难度才有意义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们每次出征 然后面对不同的对手 去准备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认真 我不知道我们这次摄像 能不能够真正的全程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 确实没有摄像来 因为他们也很辛苦 两点多就睡了 如果有一天真正的全程记录下来 当然你就记录下来 也没有多少人那么有耐心去看 这个世界上都是大多数人 为什么平庸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 干不出来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专注 真的 大多数人 扶皮疗草 他有什么意思 这也不行 所以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就这样 一个八十分钟的纪录片 你要让他看 他能相当于杀了他 他只看一个结果 这挺好看的 几比几三比二 完了 完了 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也这样 你就证明着一点 你只能是免于众人 我们不是说生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但你是不是也得做出点什么东西 人过流生 厌过 人过流明厌过流生 对不对 所以你得首先追求一个 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 你能做到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天 过上比大多数人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只有这样 别人都这样 你也这样 你凭什么比人过得好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样 你自己琢磨琢磨 如果你身边十个人 九个人都这样 你也这样 那不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吗 那你们就是一块的 你说是不是安慰一下 小羊和小狼 首先来讲 小狼我是比赛之后 见到了 昨天 昨天晚上我在 就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们吃饭 然后吴教 小邝爸爸 然后后来郎达成 爸爸领的郎达成来了 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八点多了 我说你别来了 但他还要来 其实我明白 他不是为了吃饭 他是为了带郎达成来 跟我说一声感谢 所以到了 九点多 他爸爸也没说要走 我就说 我一看时间不行 我说你们赶紧走 孩子明天还上学 赶紧回去 我说不用陪我们 然后他爸爸跟他说 我有这段视频 但是我没有发 因为我不想发这个 我一发这个 你就会说 我拿孩子炒作 我不是 深情都抱着他 我抱着他 我不知道有人拍 所以这段呢 既然不是 不是 不是那什么 我就没发 我非常喜欢 郎达成 对 我看着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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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